第201章图录 变异灵兽 龙奥当然知道变异灵兽代表着什么 龙福 我该怎么办 主人 这件事交给我 大概十天左右就可以变异 好 龙奥明显很是开心和激动 没有留在龙印空间 因为使得小家伙变异 他连一点忙都帮不上 和两人聊了几句 龙奥就离开了山谷 至于冰魄和令狐宁则是留守 烈焰魔源 灵兽中实力比较强大的 也算是最凶狠的灵兽 尤其是喜欢捕杀其他灵兽 吃他们的肉 喝他们的血 围攻九幽地名虎的烈焰魔源 足足有着23头 按照正常情况下 龙奥根本不可能独自一人斩杀烈焰魔源群 但为了小家伙 他必须搏一搏 看到烈焰魔源群 龙奥几乎没有丝毫的迟疑 直接冲了上去 速战速决 一个不留 手持血影狂刀 龙奥顺势狠狠地劈了下去 血影八十层层叠加 今天刀芒犹如流星般划过 速度非常之快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防备 还是根本不会预料到 在森林之中会有敌人偷袭 所以龙奥劈出的这一刀 直接劈死了一头烈焰魔源 愤怒 看到族人被杀 其他的烈焰魔源愤怒地嗷嗷乱叫 朝着龙奥疯狂地攻击而来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龙奥再次使出锁神珠 准备锁定这些烈焰魔源 锁神珠启动 强大气息顺势蔓延 将所有的烈焰魔源全部笼罩 同等级对战 龙奥动用锁神珠 完全可以锁定烈焰魔源十秒钟 十秒钟意味着什么 相信每个人都无比的清楚 同等级舞者对战 被锁定十秒钟 机会是被屠戮的下场 正是因为如此 烈焰魔源群悲剧了 龙奥并没有措施千载难逢的机会 锁神珠刚刚锁定所有的烈焰魔源 直接开始了屠戮 前后还不到十秒钟 二十几头烈焰魔源被屠戮一空 所有的灵魂全部送入龙印空间 至于兽丹和尸体 龙奥并没有浪费 这些作为家族变强大的后盾 到时候对家族的帮助非常之大 前后还不到半个时辰 看着龙奥带着一群尸体回来 并且还都是烈焰魔源的尸体 不管是冰魄还是令狐宁 都是无比的震惊 这是真的吗 龙兄弟 你是如何做到的 侥幸而已 听到侥幸两次 冰魄和令狐宁恨不得上去暴揍龙奥一顿 凡事都能如此侥幸 那么所有人都愿意去侥幸了 不过冰魄和令狐宁也没有继续问下去 而他们两人也同样知道了一件事 那就是以龙奥现在的实力 蜕变武者之中已经无敌 不知道遇到人亡武者会如何 龙奥在鬼王宗击败帝皇巅峰的张志航 根据传言 龙奥是借助了某种秘术 所以不能算是龙奥的真正实力 龙兄弟 我感觉 我们在火焰森林继续历练下去 对于你的实力提升 几乎没有丝毫的帮助 点点头 对于令狐宁的意思 龙奥知道的清清楚楚 这个问题他也已经想过 因为火焰森林内 想要遇到人亡境界以上的灵兽 简直是太难了 至于蜕变境界以下的灵兽 却没有丝毫的挑战 要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半个月后的六宗争霸战 自己还是二次蜕变实力 对于争夺至尊精丹 没有丝毫的帮助 不再火焰森林历练 那要如何快速提升实力呢 龙兄弟 我倒是有个提议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令狐兄请说 想了想 令狐宁最终还是说到 龙兄弟 听说你和雷霆宗的夏军关系不错 可有此事 虽然不知道令狐宁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龙傲却没有丝毫的隐瞒 点点头 说道 夏军是我的朋友 龙兄弟 你有所不知 雷霆宗内 有着一处境地 名为雷霆鼓 据说里面是一处天然的雷电之地 雷霆宗很多强者 都是从里面淬炼而出 雷霆鼓 雷霆境地 听到此话 龙傲的脸色凝重起来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地知道 虽然他和夏军是朋友 但说到底夏军不是雷霆宗宗主 为了此事让夏军为难 这不是朋友所为之事 龙兄弟 根据传言 雷霆宗的这处雷霆鼓 不仅可以提升修为 还可以淬炼身体 当年雷霆宗的一位前辈 借助雷霆鼓的淬炼 形成的肉身非常强大 甚至可以比你具龙防御力 看到龙傲不说话 只是静静地听着 令狐宁当然知道 龙傲在忌讳什么 龙兄弟 我知道你不想让朋友为难 要是其他时候 我根本不会提起此事 但现在你的情况却不一样 似乎不想多说 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令狐宁是真的替龙傲着急 龙兄弟 你千辛万苦都想要带走凹雪 前面两关都已经闯过 难道要毁在第三关上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何能够瞬间提升实力 但我可以想象得到 那般做 肯定会被反噬 既然如此 你为何不适时 说不定以你和夏军的关系 雷霆宗会同意 还没有等龙傲说话 一边的冰魄也说道 龙兄弟 雷霆鼓 是唯一让你的实力快速提升的机会 我们希望你能够带走凹雪 并不想看到你半途而废 遗憾终生 看了一眼冰魄 又看了一眼令狐宁 龙傲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龙兄弟 你想想要是奥雪嫁给张志航 到时候你该怎么办 提到奥雪和张志航 龙傲的脸色瞬间变了 随即写满了坚定 双拳紧紧地握着 说道 你们说得没错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不能半途而废 令狐兄 冰魄 我先将你们送回火焰城 接着我就去雷霆宗寻找下军 看到龙傲终于答应下来 两人都是无比的惊喜 冰魄摆摆手 笑着说道 我们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哪还用你送 你忙你的 我们自己可以回去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行一步 去吧 龙傲没有丝毫的迟疑 转身快速离去 因为他知道 现在实力对于他来说 胜过一切 第202章 狗障人士 龙傲离开 令狐兄和冰魄 也没有继续逗留下去 两人准备离开火焰森林 返回火焰城 立刻将所有东西 全部运回赤火镇龙家 两人刚刚踏出火焰森林 就看到杜鹤轩和杜云轩 两人的脸色瞬间变了 因为两人很清楚地知道 杜鹤轩和杜云轩的实力 到底有多么强大 真是没有想到 我们没有等出龙傲 却等了你们出来 不过都一样 你们身为血海宗长老 这样做不怕被人所耻笑吗 耻笑 听到此话 杜鹤轩和杜云轩都大笑起来 笑声之中 充斥着鄙视和亲孽 四周无人 何人能够看到 令狐宁 你们两人要是乖乖跟我们走 我们不会为难你们 但你们要是不合作 就不要怪我拉手无情 令狐宁和兵破并没有选择妥协 但最终不是两人的敌手 被两人所制服 杜云轩 杜鹤轩 你们望为血海宗长老 根本无视两人的开骂 杜云轩说道 大哥 我们现在抓了两人 接下来该怎么办 回去 稍后的六宗争霸战 只要两人在我们手中 我就不相信 龙奥会看着两人死而不出首相救 无耻 卑鄙 杜云轩直接将两人打晕 说道 大哥 你是想要用两人换取至尊金丹 点点头 杜鹤轩笑着说道 龙奥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相信不会不管朋友死活 只要两人在我们手中 至尊金丹 我们势在必得 杜云轩并不以为然 因为在他看来 龙奥始终都是蜕变舞者 就算能够灵魂攻击和改变时间流速 但想要从六宗众多弟子手中夺走至尊金丹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似乎能够看出二弟心中所想 杜鹤轩笑了笑 说道 你是怀疑龙奥的实力 大哥 你我都知道 龙奥本身的实力只是垃圾而已 你要说龙奥真的能够百分之百夺走至尊金丹 我反正是不相信 二弟 我可以断言 这次的六宗争霸战 龙奥绝对能够独占凹头 似乎有些惊讶 因为杜云轩没有想到 大哥如此挺龙奥 难道龙奥真的可以在六宗争霸战夺取至尊金丹 直到此刻 杜云轩还是有点不相信 杜和轩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两人带着冰魄和令狐宁快速离开 从头到尾龙奥都不知道此事 雷霆宗六大宗门之一和火焰宗齐明 实力凌驾于其他四大宗门之上 雷霆宗支持的雷霆帝国和火焰帝国分庭抗衡 占据着世俗半壁江山 可想而知 雷霆宗的实力到底有多么强大 龙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雷霆宗 却被雷霆宗的两个守门弟子拦住 等等 你是何人 竟然敢乱闯雷霆宗 赤火镇龙奥 赤火镇 对于龙奥的事情 虽然已经传遍天舟 但两人万万不会想到 传说之中的逆袭人物 居然会从天而降 所以两人听到赤火镇三个字 心里早已鄙视到了极点 剩下的龙奥两字 两人压根就没有听回去 一个小小的世俗弟子 居然敢善闯雷霆宗 但凭这一点 就已经是死罪 狗杖人士 小子 你刚刚说什么 听到对方居然敢骂自己两人 两名守门弟子立刻大怒 双眼喷火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出手一般 开什么玩笑 这里可是雷霆宗 何人敢在这里放肆 不要说对方只是一个小小的世俗弟子 就算是其他五大宗门的弟子前来 他们都不会将其放在眼里 滚开 哈哈哈哈 你让我们滚开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对于龙奥的话 两人直接选择无视 并且大笑起来 似乎听到了世间最可笑的事情一般 小子 你的脑袋是不是被驴给踢了 还是脑子进水了 竟敢在这里放肆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的命我们要了 两人有着十足的信心 以他们后天巅峰的实力 对付一个小小的世俗弟子 简直就是和玩一般 并且背后有着雷霆宗坐镇 就算杀了对方 相信也不会有人敢来雷霆宗找麻烦 正是因为如此 两人没有继续迟疑下去 全部犹如恶狼一般 狠狠地扑向龙奥 龙奥的运气说来也倒霉 因为这两个雷霆弟子 本来是外门弟子 地位还算可以 可就是犯了点错误 被降职到这里看大门 本来两人就憋着一口气无杵发泄 龙奥正好是宣泄口 但两人却找错了发泄对象 两人去得快 回来得更快 并且还是惨叫一声 直接倒飞而出 还没有等两人搞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身体直接和地面来了一个最亲密接触 要不是看在夏军的面子上 单单是这一招 两人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强忍着体内传来的阵阵疼痛 两人艰难地爬起来 脸色奏变 却依然嚣张地怒吼道 你他妈的竟然赶上我们 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很想看看 你如何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龙奥扰有兴趣地看着两人 也不急着去找夏军 他倒要看看 只是两个看门弟子而已 能够耍出什么花样 就在两人准备搬救兵的时候 雷霆风上快速射下一道人影 速度非常之快 看到此人 两人都是脸色一喜 阴阳怪笑地说道 小子 我们少宗主来了 有本事不要跑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给了你 啪 还没有等他把话说完 刚刚抵达的夏军 直接一巴掌扇在其脸上 看来是用上了力道 这一巴掌 直接将这名弟子扇倒在地 喝得另外一人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傻傻地愣在当地 你们两个废物 有眼不是泰山 我的兄弟竟然敢招惹 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的兄弟 刚刚自己招惹了少宗主的兄弟 听到夏军的话 两人差点被吓死 胆颤心惊地直接跪下 连连磕头 求饶着 招惹少宗主 连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第203章子雷神体 看着夏军准备出手 龙傲急忙阻止 龙兄弟 夏兄 此事教训教训即可 哼 今天看在龙兄弟的份上 我战神饶了你们两人 记住 以后眼睛放亮点 看着两个煞星离去 两名雷霆宗弟子 战战兢兢地跪在那里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好像从鬼门关走了一圈一班 少宗主何时有了这么一个兄弟 等等 龙兄弟 刚刚死人说他叫龙傲 难道就是之前大闹鬼王宗的龙傲 想到这里 两人的脸色彻底绝望 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 得罪了少宗主意味着什么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日后想要得到宗门的器重 恐怕是不可能了 雷霆宫 后山 一处环境很美的凉亭之内 顾不上欣赏雷霆宫的景色 甚至不等夏军问 龙傲开门见山地说道 夏兄 我这次找你来 主要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说 夏军当然知道 以龙傲的性格 要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绝对不会前来找自己 夏兄 听说雷霆宗内 有一处境地名为雷霆鼓 瞬间 夏军就已经知道 龙傲这次前来的目的 脸色稍微有点凝重 问道 龙兄弟 你这次前来 是否想要进入雷霆鼓力练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龙傲也没有多少客气 点点头 说道 正是 夏兄 相信你也知道 十二天后 六宗争霸战就会启动 以我现在的实力 想要在争霸战之中 夺取至尊金丹 很难 非常困难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 我必须快速提升实力 不用说 夏军都知道原因 一个敢为了红颜德罪 鬼王宗和金阳宗的人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要是一般人前来找夏军 百分之百会被拒绝 这点毫无疑问 但龙傲却不一样 夏军是将龙傲当作真正的朋友 夏兄 是不是很麻烦 龙兄弟 我当你是真正的朋友 所以我实话实后 此事真的很麻烦 夏军想了想 继续说道 雷霆谷 乃是我雷霆宗禁帝 不要说外人 就算是本宗弟子 都不可能随随便便进入 果不其然 龙傲并没有丝毫的惊讶 要是雷霆宗随随便便 都让外人进入雷霆谷 那么雷霆谷也就不是禁帝了 夏兄 要是此事为难 就不必了 摆摆手 夏军脸色坚定地说道 你烧定 不管如何 我都会让你进入雷霆谷 看着离去的夏军 对于此人 龙傲很是有着好感 这样的朋友 不管如何都是值得交的 十分钟后 夏军带着雷霆宗宗主 夏方亲自而来 给龙傲使了一个眼色 夏军并没有说话 夏方确实笑着说道 原来是龙傲来了 我听君儿说 你想进入雷霆谷历 夏方当然知道龙傲为何要如此急切地想要进入雷霆谷 所以开门见山 并没有拐弯抹角 龙傲也没有磨磨疾疾 点点头 说道12天后的六宗争霸战 我必须争夺到至尊金丹 所以我想要进入雷霆谷内历练 希望夏宗主能够同意 要不是为了奥雪 龙傲百分之百不会如此 点点头 夏方说道 可以 不过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龙傲并没有立刻回答 因为他不知道夏方会提出何种条件 如果让他自杀 难道也要答应吗 第一个条件 12天后的六宗争霸战 我雷霆宗会全力相助你夺得至尊金丹 但你必须配合君儿等人 斩杀其他宗门弟子 如何 龙傲不是傻子 当然明白夏方话中的意思 无疑就是想要趁着这次的机会 消灭其他宗门的力量 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 六大宗门 一直明争暗斗 都想消灭对方 这次的六宗争霸战 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龙傲只是稍微想了想 说道 这个条件我可以答应 似乎早已猜到龙傲会答应 夏方只是笑笑 继续说道 第二个条件 希望你能够成为我雷霆宗的客亲 这样以来 你进入雷霆谷就自然而然 相信其他人也不会多说什么 似乎怕龙傲误会 夏军说道 龙兄弟 宗门有着很多老顽固 要是不如此 恐怕他们不会同意 并且客亲不会限制你的自由 只要宗门有难 你伸手帮一把即可 原来如此 事情已经说到这个地步 龙傲也没有继续犹豫下去 点头同意说道 夏宗主 这两个条件我同意 哈哈哈哈 好 龙傲 如果你不嫌弃 可以叫我一声叔叔 还真会占便宜 不过看在夏军的面子上 龙傲还是喊道 夏叔叔 很好 龙傲 既然你已经同意 那我就给你讲讲关于雷霆谷的事情 龙傲立刻变得全神贯注起来 因为他心里很期待进入雷霆谷 按照令狐宁所说 雷霆谷内可以借助雷电之力淬炼身体 加强肉身防御力 对于这一点 龙傲很是看重 因为实力在强 总有倒霉的一天 万一被敌人击中 要是肉身防御力足够强悍的话 最起码单单靠肉身防御力 就可以抵挡下来 龙傲 雷霆谷 乃是我雷霆宗境地 里面有着天地间最强大的雷电之力 不过皈翼舞者 道祖舞者不能进入 夏叔叔 这是为何 龙傲很是疑惑 不知道为何皈翼舞者和道祖舞者不能进入 因为雷劫和百劫 雷霆谷内 本身有着雷电之力 要是在雷霆谷内引来自己的雷劫 那么会很麻烦 并且 只要你进入雷霆谷 除了可以历练提升实力外 还可以借助雷电之力 淬炼肉身 一直未曾开口的下军 笑着说道 龙兄弟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在我雷霆宗内 有着这么一个传说 要是能够借助雷霆谷内的雷电之力淬炼肉身 达到最高境界 就可以成就紫雷神体 到时候单单是肉身防御力 就足以抗衡巨龙 但紫雷神体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淬炼出来 第204章独孤拜 紫雷神体 一个时辰后 雷霆谷 雷霆宗的境地 一般弟子根本无法踏入 龙兄弟 你要多加小心 因为进入雷霆谷的人 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活着出来 明白放心 没有继续迟疑下去 龙傲似乎有些迫不及待 朝着面前的雷霆谷走去 不依惠的时间 就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 君儿 无论何时 你都要和磁磁打好关系 不要步上鬼王宗和金阳宗的后路 点点头 夏军很清楚地知道 龙傲的天赋和潜力 也深深折服了父亲 否则的话 父亲不可能让一个外人进入雷霆谷历练 这在雷霆宗还是首例 雷霆谷 紫雾缭绕 雷霆谷 巨大的场地到处都是紫色雾系 给人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龙傲打起十二分精神 小心翼翼地走着 按照夏军所说 雷霆谷雷电之力最浓烈的地方 正是雷霆谷的最身处 但很少有人能够走到那里 没有丝毫的阻力 感应着没有丝毫的阻力 龙傲很是好奇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夏军的说法 前往雷霆谷深处有着很大的阻力 想要踏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现在 似乎没有丝毫的阻力 轻轻松松地来到雷霆谷深处 龙傲不知道 他之所以没有感受到任何阻力 一切都是因为他本身拥有的雷劫之力 雷劫之力 本身就是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换句话说 龙傲所拥有的雷劫之力 自从进入雷霆谷 就开始吞噬四周的紫色雷电 作为雷霆谷的境地 整个山谷都充斥着紫色雷电 踏入雷霆谷 龙傲终于搞清楚雷霆谷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以这样说 雷霆谷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储存空间 借引天地间的雷电之力 不扩散 也不消失 就这样储存着 来到雷霆谷最深处 龙傲直接盘膝而坐 开始修炼起来 龙印空间内 龙福 有没有办法 帮助我成就紫雷身体 主人 紫雷身体算是最低等的身体 但按照你现在的实力 成就紫雷身体还无法承受 听到龙福的话 龙傲深深叹息一声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要是白白错过实在有些可惜 不过没有办法 龙福已经说了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承受紫雷身体 主人 这里的雷电之力很浓烈 我可以暂时储存这些雷电之力 稍后等主人你的实力提升起来 就可以相助你凝练成紫雷身体 听到龙福的话 龙傲心中顿时一喜 主人 这里是一个修炼的好地方 不过想要突破人亡境界 应该是不可能 龙傲当然能够听懂龙福话中的意思 没有多说 离开龙印空间 立刻开始进入修炼 全身心的修炼 就这样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转眼间已经过去了三天时间 很不错 短短的三天时间 就已经从二次蜕变境界突破三次蜕变 这样的天赋和潜力 咦 我似乎没有见过你 听到忽然传来的声音 龙傲心中猛然一惊 睁开双眼 看着面前忽然出现的青年 心里立刻变得警惕起来 按照对方所说 自己三天前刚刚进入雷霆鼓 似乎就已经被对方所发现 但自己却没有丝毫的察觉 要是此人对付自己 很难想象 自己就算被杀 恐怕也是稀里糊涂 你是何人 哈哈 我是何人 你进入雷霆鼓 居然还问我是何人 真是笑话 我问问你 你又是何人 龙傲稍微松了一口气 发现面前的青年也算是爽朗的人 说道 是火镇龙家 雷霆宗独孤拜 雷霆宗独孤拜 听到对方自爆家门 龙傲更加吃了一惊 因为对于独孤拜这个名字 龙傲并不是很陌生 作为天州年轻一辈第一人 独孤拜的名头想撤整个天州 独孤拜 雷霆宗百年未出的超级天才 不到30岁就已经成就道祖境界 也就是所谓的蜕变巅峰 只差一步就可以正式迈入虚无境界 更重要的是 雷霆宗独孤拜位列风云榜第一 冠绝同辈 龙傲是火镇 要是我没有猜测 你就是那的大闹鬼王宗 击败张志航 硬抗张默的龙傲 正是对于独孤拜认识自己 龙傲并没有丝毫的感到惊讶 毕竟自己之前大闹鬼王宗的事情 实在太过震动 早已传遍了整个天州 身为雷霆宗第一人 独孤拜不可能不知道 龙傲 我很好奇 雷霆古作为宗门的禁帝 不要说外人 就算是一般弟子都无法进入 尤其还是我闭关修炼的时候 我想问问 你是如何进来的 听到独孤拜的话 龙傲唏嘘不已 独孤拜的天赋摆在那里 雷霆宗为了培养一位天才 宁愿牺牲其他弟子的修炼时间 也就是说 独孤拜直接霸占了整个雷霆古 一般弟子根本不容许进入雷霆古修炼 龙傲也没有丝毫的隐瞒 说道 我现在已经成为雷霆宗的可卿 九天之后 我会参加六宗争霸战 所以必须进来修炼 可卿 难怪 龙傲 对于你的事迹和为人 我已经通过下军了解过 我很想叫你这个朋友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对方已经如此说了 自己还能够拒绝吗 伸出手 紧接着 龙傲和独孤拜双手紧紧地握了一下 这个时候 独孤拜忽然说道 九天之后 我也会参加六宗争霸战 我得到宗门的意思 在六宗争霸战中 我要全力相助你争夺至尊金丹 听到独孤拜的话 龙傲心中顿时一喜 独孤拜的实力摆在那里 道祖境界 完全可以横扫五大宗门 要是有独孤拜的相助 自己得到至尊金丹 就会变得容易起来 龙傲也万万没有想到 雷霆宗会如此 看来雷霆宗在自己身上下了大血本 否则的话不会如此 龙兄弟 恕我直言 以你现在的实力 想要争夺至尊金丹 似乎有些不够看 第205章龙傲人王 点点头 对于这点 龙傲并不否认 六宗争霸战 六大宗们都会派出各自最强大的弟子 可以这样说 相信参加六宗争霸战的弟子 都是风云榜上的人物 三次蜕变舞者 在六宗争霸战之中并不算什么 龙兄弟 我开门见山 剩下短短的九天时间 我可以相助你突破人亡境界 按照你的天赋和潜力 相信在六宗争霸战之中 应该可以占据一席之地 何种办法 连龙傅都没有办法 龙傲很是好奇 不知道独孤拜到底有什么办法 可以相助自己突破人亡境界 龙傲心里很清楚地知道 三次蜕变境界和人亡境界 虽然只是一个境界相差 但两者却不是同一个级别存在 差距很大 龙兄弟 这是你第一次进入雷霆股 所以催炼力量是最有效的 你跟我来 龙傲跟着独孤拜离开深处 来到一个紫黑色的巨石前 指着面前的巨石 说道 龙兄弟 这块紫雷巨石 乃是我这么多年汇聚的精华 你坐在上面修炼 七天时间 你应该可以突破人亡境界 点点头 龙傲也没有丝毫的客气 说了一句多谢 直接来到紫雷巨石盘膝而坐 立刻进入修炼状态 果不其然 刚刚席地而坐进入修炼状态 龙傲就发现了紫雷巨石的不同之处 只是瞬间 他就被一股股恐怖的雷电之力笼罩 来回吞吐 不断地淬炼着体内的力量 站在紫雷巨石边的独孤拜 笑了笑 身上忽然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气势 紧接着 四周的紫雷开始向龙傲疯狂的汇聚 正在修炼的龙傲 忽然感觉到紫雷涌入自己的体内 心中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心中对独孤拜有些感激 不过这种情况下 不容许他多想 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修炼之中 本来按照独孤拜的推测 龙傲想要从三次蜕变境界提升到人亡境界 最次也需要七天时间 但龙傲却将这个时间直接缩短到四天 当龙傲睁开双眼 独孤拜唏嘘不已必说道 龙兄弟 不得不承认 你的天赋和潜力 是我见过所有人之中最强大的一个 离开紫雷巨时 龙傲笑着说道 这次多谢独孤兄成全 大恩不言谢 龙兄弟 我真的很好奇 你到底使用了何种秘术 能够瞬间提升实力 击败张志航 朋友 龙傲已经将独孤拜当作是朋友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没有丝毫的隐瞒 说道 独孤兄 你是否听说过九真封神 看到独孤拜摇头 龙傲继续说道 九真封神的原理很简单 无非就是借助九根封神针 封住自己的九大学位 虽然九真封神能够短时间内提升实力 但凡是之力却非常之大 稍有不慎 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点点头 独孤拜一副我了解的表情 说道 龙兄弟 既然如此 我奉劝你 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动用九真封神 这点我明白 哈哈哈哈 龙兄弟 你现在已经突破人亡境界 不如我们一战 说不定对于我们是一个机会 龙傲没有拒绝 因为舞者之间的切磋 有些时候 的确对于舞者来说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和独孤拜都没有继续说话 两人死死地盯着对方 身上各自爆发出强大的战役 还未开战 战役已经狠狠地碰撞到一起 不愧是风云榜第一位的超级人物 单单是这份战役 就足以傲视同辈 龙傲没有丝毫的大意 虽然是切磋 但要是不全力以赴的话 就是对舞者的不尊重 对朋友的不尊重 瞬间 龙傲和独孤拜的身体全部动了 转眼间 两人已经战斗在一起 切磋 所以两人都没有动用兵器 是守空拳对战 道祖就是道祖 蜕变武境 人亡境界和道祖境界之间的差距非常之大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才全力出手 从怀里取出锁神珠 珠神境 启动两大神器 一股股诡异气息四散 瞬间笼罩了四周的空间 本来信心满满的独孤拜 忽然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居然被锁定 并且发现时间逆流 震惊之下 动作已经慢了 龙兄弟 你赢了 风云榜第一位应该是你 独孤兄 你我心里很清楚 要是生死一战 我必败无疑 刚刚只是独孤兄没有权力以赴罢了 这一战 我们平手 如何 哈哈哈哈 好 我们走 独孤拜显得很是开心 其实独孤拜刚刚也是客气一下 正如龙傲所说 他们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很大 要是全力以赴的话 龙傲必败无疑 道祖和帝皇本身的差距很大 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 雷霆鼓外 夏军一直守在这里 要是龙傲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他可以第一时间进入雷霆鼓营救 按照夏军推测 龙傲这次进入雷霆鼓历练 最次需要七天时间 接下来的两天前往鬼窟岭 但这个时候 夏军看着从谷内走出的两人 很是惊讶 紧紧四天就 并且还随着独孤大哥一起出来 独孤大哥 龙兄弟 你们怎么一起出来了 夏军当然知道独孤拜在雷霆鼓修炼 但按照独孤拜的性格 就算碰到都不会多说一句 但现在看来 两人明显是朋友 小军 我和龙兄弟一见如故 刚刚切磋之下 居然站了个平手 听到独孤拜的话 龙傲也是有些惊讶 因为以独孤拜现在的地位和实力 公然承认站了个平手 这本身对自己不利 坦荡荡 龙傲开始佩服起身边的这位独孤拜 龙兄弟 你的修为突破了 仅仅四天 并且还能够和独孤大哥站成平手 虽然其中水分很大 但也充分说明问题 正是因为如此 夏军才无比的惊讶 侥幸突破而已 侥幸突破而已 听到龙傲的话 夏军脸上流露出一丝苦笑 当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第206章风云争霸 独孤拜 龙傲 夏军来到梁亭坐下 独孤大哥 龙兄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夏军很是好奇 不知道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龙傲能在短短的四天时间内 连续突破 成就终极人亡境界 独孤拜笑着将刚刚所发生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 夏军依然唏嘘不已 夏军心里很清楚地知道 独孤拜看来是很看好龙傲 否则的话不可能将自己多年辛苦弄到手的子雷巨石借给龙傲使用 不过现在也好 有了独孤大哥 龙傲的相助 稍后的六宗争霸战 他有信心对付其他宗门弟子 龙兄弟 恕我直言 刚刚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被锁定 并且时间流速似乎有些改变 不知道龙兄弟是如何做到的 听到独孤拜此话 夏军将耳朵直接竖了起来 因为他不知道 身体被锁定和改变时间流速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于独孤拜和夏军 龙傲也没有多少隐瞒 独孤大哥 夏兄 不满你们两位 我之所以能够击败张志航 并且硬抗张莫一级 都靠两件神器 锁神珠和珠神境 原来是锁神珠 独孤大哥 你认识锁神珠 龙傲很是惊讶 毕竟锁神珠是从三祖手中所得 独孤拜点点头 说道 传说锁神珠是上古神器 只不过流失人间下落不明 却没有想到 锁神珠落在了龙兄弟手中 原来如此 龙兄弟 记住 不过何时 你手中锁神珠都不要轻易泄露 否则的话 麻烦会源源不断而来 点点头 对于独孤拜的担心 龙傲又何尝不知道 这个时候 夏军忽然说道 龙兄弟 你能不能让我感受一下 所谓的锁神珠和珠神静 没问题 既然已经说了出来 龙傲就不怕两人知道 从怀里取出锁神珠和珠神静 直接释放出两股力量 将两人笼罩在内 身体被锁定 甚至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时间流速 夏军的脸色瞬间变了 真是不敢硬不知道 一敢硬喝一跳 吃回锁神珠和珠神静 龙傲笑着问道 夏兄 感觉如何 强悍 龙兄弟 我可以断言 只要你拥有锁神珠和珠神静 人亡之中 你可以做到无敌 就算遇到帝皇舞者 相信都可以一战 虽然心里有着一万个不愿意承认 但夏军知道 以他现在的实力 要是和龙傲一战 是赢是输还是一个未知数 好了 龙兄弟 小军 稍后六宗争霸战就要开始 按照宗门的意思 这次我们雷霆 雷霆 有我们三人身家 除了相助龙兄弟夺取至尊金单外 还要斩杀五大宗门的弟子 对于独孤拜所说 龙傲已经知道 所以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 只是让龙傲想不通的是 为何 雷霆 宗旗有两人身家 独孤拜和夏军 毕竟六宗争霸战的规则已经很明确 每个宗门都可以派出十位弟子 似乎能够看出龙傲心中的疑惑 独孤拜声音民众地说道 龙兄弟 六大宗门的名争暗斗 相信你也应该清楚 为了减少伤亡 宗门决定只派出我和小军参加六宗争霸战 现在有你加入 我们的机会会很大 独孤大哥 恕我直言 此时雷霆宗想到 相信其他五大宗门也同样会想到 龙傲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点点头 独孤拜说道 说得很对 要是不出意外 这次六宗争霸战 其他五大宗门都会派出两至三名弟子 六大宗门的弟子加起来 差不多有二十位 相信应该是风云榜前二十的人物 对于独孤拜的意思 龙傲知道得清清楚楚 六宗争霸战 争夺至尊金丹 其实就是风云榜前二十位弟子争霸 难怪雷霆宗想要斩杀这些弟子 独孤大哥 之前父亲和我聊了一会 这次的六宗争霸战 鬼王宗和金阳宗一定会联手 所以我们必须小心 还有 苗城也会参加六宗争霸战 苗城 听到夏军口中的苗城 龙傲没有感到丝毫的陌生 因为风云榜前三位 第一位独孤拜 第二位苗城 第三位张志航 现在张志航的名次被自己所取代 所以风云榜重新拟定 第一位独孤拜 第二位苗城 第三位自己 众所周知 风云榜前三位 张志航的实力根本不能和前两位抗衡 实力相差太大 张志航只是帝皇巅峰舞者 但独孤拜和苗城 却是货真价实的道祖舞者 独孤拜是道祖巅峰舞者 苗城是高级道祖舞者 听到苗城也要参加六宗争霸战 独孤拜的脸色也有些凝重起来 独孤大哥 苗城这么多年一直都想要击败你 但始终找不到机会 据说 苗城经过一年闭关修炼 修为已经正式突破道祖巅峰 这次六宗争霸战 苗城肯定会找你一战 争夺风云榜第一位 独孤拜 苗城 两人的天赋相差无几 但独孤拜的领悟力要胜于苗城 所以这么多年来 独孤拜的实力一直在苗城之上 老二永远都是老二 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去做老二 正是因为如此 苗城才选择闭关一年 也算是运气好 就在六宗争霸战即将开始之际 苗城的修为顺利突破道祖巅峰 准备在六宗争霸战争夺风云榜第一位 独孤拜心里很清楚 苗城的修为突破 也就意味着境界的持平 要真是一战的话 谁输谁赢真的不知道 独孤拜脸上写满了自信 说道 我也很想看看苗城的实力 到底达到了什么地步 不要说此事了 龙兄弟 六宗争霸战即将开始 宗主的意思让我们提前前往鬼窟岭 好熟悉一下鬼窟岭的环境 没有问题 修为已经顺利突破人亡境界 龙傲也有点迫不及待起来 因为三关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关 只要顺利夺取至尊金丹 自己就可以前往鬼王宗带走傲雪 第207张鬼窟岭 天舟火焰宗和雷霆宗的交界处 一座巨大的山脉连绵起伏 就好像一条巨龙盘旋 整座山脉气势磅驳 中年雾气缭绕 巨大山脉前 龙兄弟 鬼窟岭就在山脉之内 看着面前的巨大山脉 龙傲有些心旷神疑 因为整座山脉有种吞噬万物的能力 犹如一条巨龙张着大嘴 吞天吐日一般 整座山脉一眼望不到头 龙傲也万万没有想到 鬼窟岭会在山脉之内 不要说龙傲 就算是夏军也是唏嘘不已 夏军明显不是第一次前来 但每次来 还是忍不住心惊肉跳 就好像自己会被山脉吞噬一般 深深呼吸一口气 夏军说道 龙兄弟 这座山脉气势棒薄 曾有传言 有前辈站在山脉之下 眺望山脉从而感悟 实力连续突破 一举达到虚无界皇境界 点点头 对于夏军所说 龙傲倒是没有半点怀疑 因为他也已经发现 整座山脉乃是天然而成 除了给人一种气势棒薄外 好像整座山脉都融入到了天地中 整座山脉四周千里之内 荒无人烟 独孤大哥 这是为何 龙兄弟 你有所不知 山脉之中 有一处巨大的山谷 常年被云雾弥漫 里面充斥着怨气和阴气 每个一段时间 这股阴煞之气就会蔓延出来 但凡被笼罩的人 无比自杀而死 听到此话 龙傲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根本不用亲自尝试 单单是想想 都能够想到鬼窟里内的阴煞之气 到底有多么恐怖 龙傲实在想不通 六大宗门为何要选择这个鬼地方 举行所谓的六宗争霸战 难道是自找麻烦 龙兄弟 还有一件事 根据历代强者传话 鬼窟岭之内 有着一处禁地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要进入禁地 禁地 鬼窟岭内禁地 乃是整个山脉殷煞之气 最浓烈之地 就算是虚无武者进入 都会被殷煞之气侵蚀 死无葬身之地 喝了一跳 虚无武者意味着什么 龙傲心里很清楚 连虚无武者都无法踏入禁地 可想而知 鬼窟岭的禁地 到底有多么可怕 龙兄弟 当年六大宗门的很多武者 进入鬼窟岭禁地 都是有境无出 正是因为如此 众多武者在禁地之外 放下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鬼窟岭禁地 擅长者死 听到独孤拜说得如此凝重 龙傲当然也不会去白白送死 明天六宗争霸战就会开启 龙兄弟 小军 你们记住 一旦我们走散 不要进入禁地 我们要尽量寻找对方 明白吗 不管是龙傲还是下军 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同时点点头 一口同声地说道 独孤大哥 我们明白了 六宗争霸战 六大宗门 鬼王宗 血海宗 风雷宗 金阳宗 火焰宗 雷霆宗各自派出十位弟子参加 但真正派出的弟子却没有十位 六大宗门都不是傻子 这次争霸战 争夺至尊金丹 无非就是高手之中的战斗 天才之间的碰撞 就算派再多的人 最后都是白白送死 能够进入风云榜的弟子 都是天纵奇才 六大宗门当然不愿意白白损失 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 还是碰巧 六大宗门都只是派出两位弟子 六大宗门共有十二人 加上龙傲共是十三人 可以这样说 六大宗门的十三人 全部排在风云榜前二十位 天才之中的天才 黄昏 六大宗门的弟子 包括六大宗门的宗主 全部到齐 各自占据着各自的地盘 因为明天清晨 就要正式开启六宗争霸战 到时候十三人会想尽办法 争夺至尊金丹 至尊金丹 如今被张默所保管 被逼之下 只能交出至尊金丹 由六大宗门亲自进入鬼窟岭 放在指定的位置 稍后十三人全部争夺至尊金丹 只要能够拿着至尊金丹出来 就算是顺利 只要至尊金丹不离开鬼窟岭 那么其他人都可以争夺 雷霆宗一共派出两人 下军和独孤拜 至于龙奥 并不属于任何的宗门 算是独立参加六宗争霸战 龙奥 我有事找你谈谈 如何 杜和轩 我没有什么好跟你谈的 对于杜和轩 龙奥算是鄙视到了极点 要是实力容许 他早就出手了 哪还会等到现在 杜和轩并没有离开 冷笑一声 说道 如果不想令狐宁和冰魄出事 就跟我来 听到令狐宁和冰魄两人 龙奥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想想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要是不出意外 杜云轩和杜和轩应该是抓了令狐宁和冰魄两人 龙兄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独孤拜和夏军当然能够看出事情的不对劲 至于血海宗和龙奥之间的恩怨 两人当然知道的清清楚楚 两人脸上都写满了担心 摆摆手 龙奥说道 此事我自己解决 对方始终是血海宗 龙奥不想连累朋友 冷漠地跟着杜和轩走去 不意会的时间 就来到血海宗的地盘 龙奥 我们又见面了 官方 令狐宁和冰魄在哪里 龙奥的脸色简直阴沉到了极点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的知道 要不是因为自己 令狐宁和冰魄不会被抓走 说到底 是自己连累了朋友 连累了两人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也开门见山 这次进入鬼窟岭 你要帮我得到至尊金丹 不可能 连想都没有想 龙奥直接回绝 这次进入鬼窟岭参加六宗争霸战 争夺的至尊金丹 那是为了带走奥雪 怎么可能给血海宗 令狐宁和冰魄在我手中 至尊金丹我不会给你 令狐宁和冰魄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血海宗 我倒要看看 血海宗有几人能够抵挡住我的暗杀 龙奥绝对有资本狂妄 击败张志航 硬抗张末一级 要是龙奥真的搞暗杀 的确是一件麻烦事情 血海宗恐怕会损失很大 第208章手下败将而已 果然重情重义 官风并没有丝毫的愤怒 笑着说道 很简单 只要你帮我办一件事 我就放了你的两个朋友 如何 说说看 龙奥并没有立刻答应官风 因为他还不知道官风会提出什么条件 难道让他选择放弃奥雪 自己也要照办吗 龙奥明天进入鬼窟岭 你要帮我取一件东西出来 记住此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否则 官风的话没有说完 但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脑海之中传来官风的灵事传音 龙奥的脸色稍微变了变 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因为他不能让自己的朋友出事 看着已经离去的少年 杜赫轩担心地说道 宗主 以龙奥的实力 一旦进入那个地方 岂不是死路一条 杜赫轩搞不明白 要是想弄死龙奥 何必如此麻烦 以雪海宗的实力 简直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龙奥身上的秘密 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 所以龙奥进入那个地方 说不定真的可以带出那件宝物 我很期待 宗主 龙奥身上的秘密 难道我们就这样放弃 杜赫轩可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锁定舞者 和改变时间流速意味着什么 一旦宗门得到 那么雪海宗的整体实力都会提升 不过官风确实摇摇头 说道 此事稍后再说 只要我雪海宗能够得到这件宝物 称霸天舟 也不是什么问题 心里虽然有着不甘 但杜赫轩也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杜赫轩心里不知道宗主 到底是如何想的 一旦龙奥死在鬼哭岭之中 那么锁定舞者和改变时间流速的方法就失传了 龙兄弟 雪海宗是不是为难你了 看到独孤拜和夏军的担心 龙奥笑了笑 并没有将此事说出来 没事 雪海宗其不过想要拉拢我罢了 我拒绝了 虽然有些好奇 但独孤拜和夏军也没有多说什么 夏军冷恒到六宗之中 雪海宗最为无耻 龙兄弟 你一定要小心 知道了 走吧 父亲找我们 龙奥 独孤拜和夏军来到夏方面前 不管怎么说 明天清晨 六宗争霸战就会正式开启 到时候他们就要进入鬼哭岭了 你们三人现在给我听好 至尊金丹已经放入鬼哭岭 这次你们进入争夺至尊金丹 不要进入境地 明白了吗 看到三人点头 夏方似乎还是有些担心 因为不管是独孤拜还是夏军 宗门都损失不起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哪怕不要至尊金丹 你们都要给我活着出来 放心 爹 我们一定会活着出来的 好了 去休息 明天一早开始 龙奥 夏军和独孤拜立刻进入休养状态 因为距离六宗争霸战 还有不到六个时辰 他们必须保持最佳状态 否则稍有松懈 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龙映空间内 有着下方坐镇 龙奥没有丝毫的担心 所以灵魂肆无忌惮地进入龙映空间 龙福 龙映空间能够吞噬阴煞之气吗 原来官方让龙奥进入鬼哭岭境地 寻找一件宝物 作为令狐宁和兵破安全的条件 身为朋友 龙映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必须答应 可以 但主人 龙映空间受到重创 相信就算能够吸收阴煞之气 也不会有多大用处 不过主人 有一个人可以帮你解决所有问题 何人 龙映很是惊讶 不知道到底是谁能够帮自己解决阴煞之气 难道龙福还认识其他人 龙明可以帮助你 小家伙 龙映更加惊讶起来 问道龙福 小家伙如何帮我 主人 你有所不知 小家伙乃是九幽地名虎一族 并且得到便意 天生就是阴煞之气的克星 要是小家伙能够吞噬足够的阴煞之气 不仅可以借助至尊精丹快速提升实力 还可以带着你和龙墙一起突破 要说不惊喜 那都是骗人的 龙福 小家伙吸收阴煞之气 不会有危险吧 不会 听到小家伙吸收阴煞之气没有危险 龙傲才算是真正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时间 龙傲全身心地投入到进修状态之中 一夜无话 第二天 星辰的曙光刚刚降临 六大宗门的十三人已经行动 各自警惕地看着对方 生怕会遭受到偷袭一般 龙傲三人是最后进入的鬼窟岭 刚刚踏入 三人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冷颤 一股阴煞之气扑面而来 要不是及时抵挡 单单是这股阴煞之气 就足以侵蚀他们的肉体和灵魂 龙兄弟 小君 你们都要万万小心 这只是最周边的阴煞之气 稍后我们进入鬼窟岭深处 隐煞之气会越来越重 听到此话 龙傲和夏军都有些哭笑 如此恐怖的阴煞之气 却只是最周边 两人很难想象 要是进入鬼窟岭深处 阴煞之气又会如何的恐怖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三人小心翼翼地警惕起来 一边抵挡着四周传来的阴煞之气 一面还要应对随时都可能开战的 其他宗弟子 这次六宗争霸战 名义上是争夺至尊金丹 但六大宗门却没有规定 不许相互厮杀 所以谁杀了谁都可以 龙傲 今天我倒要看看谁可以帮你 这个时候 张志航的声音传来 这个时候 张志航 鬼力 鬼徒和郝征四人走来 张志航和郝征属于金阳宗 鬼力和鬼徒却属于鬼王宗 两大宗门联手 为的就是能够斩杀龙傲 并且有机会夺得至尊金丹 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张志航列位风云榜第三位 却被龙傲众目睽睽之下击败 从第三位跌落到第四位 这比仗张志航肯定会算 还有 他和奥雪的婚礼 要不是龙傲捣乱 相信现在的自己早已抱得美人归 说到底罪魁祸首就是面前此人 张志航 你到底还要不要脸 阻止了一脸愤怒的下军 龙傲只是冷笑道 手下败将而已 第209章暗流涌动 手下败将 张志航的确是龙傲的手下败将 哪怕张志航心里有着一万个 不愿意承认此事 这一生 张志航最大的耻辱就是输给龙傲 并且还是当着天下人的面 彻彻底抵输了个金光 脸色阴朗 双拳死死地赚住 这次张志航召集四人的力量 就是想要联手除掉龙傲 不过这个时候 一直未曾说话的独孤拜 突然说道 张志航 看来你很狂妄 听到独孤拜的话 张志航心里咯噔一下 强颜欢笑 张志航笑着说道 独孤大哥 这件事是我和龙傲之间的私人恩怨 希望独孤大哥不要插手 张志航 现在位列风云榜第四位 龙傲将其取而代之 列位风云榜第三位 别人也许不知道 张志航又何尝不知道 自己和独孤拜 还有苗城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道祖 蜕变巅峰的存在 私人恩怨 冷笑一声 实力摆在那里 独孤拜身上更是散发出强大的气势 根本无需战斗 所有人的气势已经输给独孤拜 这就是拥有实力的资本 独孤大哥 难不成你想插手此事 张志航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独孤拜如此 肯定是想要插手此事 正是因为如此 脸色简直阴沉到了极点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张志航心里更加清楚 要是独孤拜真的插手此事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不要说抹杀龙傲 是否能够活着离开鬼窟岭 都是一个问题 独孤拜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这个时候 火焰宗少宗主火腾 还有一位青年 一脸的冷峻懒散地走了过来 看到火腾两人 张志航的脸色更加难看起来 因为风云榜上 他最忌惮两人 那就是风云榜第一位的独孤拜 还有风云榜第二位的苗成 如今还没有正式开始争夺至尊金丹 独孤拜和苗成已经到齐 试问 谁还敢继续争夺至尊金丹 火焰宗 雷霆宗 争夺至尊金丹的热门宗门 原来是苗成 闭关一年 终于突破道祖巅峰 恭喜恭喜 独孤兄 不用如此客气 我闭关一年 一切都是为了你 既然我们在这里相见 不如一战 我很想看看 独孤兄是否还是那般 强大 击败独孤拜 乃是苗成毕生的心愿 否则的话 苗成也不会直接闭关一年刻苦修炼 这一刻的独孤拜和苗成 都是道祖巅峰舞者 境界一般无二 要是一战 谁输谁赢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独孤拜确实笑了笑 说道 苗成 想要一战 我随时奉陪 但现在却不可以 因为我要夺取至尊金丹 好 既然独孤兄不愿意和我一战 那我就和独孤兄比一比 看看是否先得到至尊金丹 看着是成水火的两人 每个人心里简直苦闷到了极点 不管是苗成还是独孤拜 都是货真价实的道祖巅峰舞者 两人是要得到至尊金丹 试问 其他人岂不是连机会都没有了 龙傲 有种就和我一战 我刚刚已经说过 你只是手下败将而已 懒得李章智行 龙傲 夏军和独孤拜转身离去 有着独孤拜的阵哲 张智行敢怒不敢言 更加不敢出手 只能心里愤怒 龙傲 我迟早会将你碎尸万段 离开的三人 直接朝着至尊金丹的方位而去 按照下方所说 至尊金丹的位置很危险 所以每个人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不能大意 独孤大哥 苗成这次摆明是针对你 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为上 点点头 对于夏军的担心 独孤拜又何尝不知道 说道 苗成此人天赋很强 却心眼太小 否则的话 现在的他早已成就虚无境界 哎 白白毁了 独孤大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全力相助龙兄弟争夺至尊金丹 接下来我和苗成会一战 我和他之间的恩怨 也是时候做得了断了 独孤拜 苗成 代表着天州年轻一代最强大的两人 正是因为如此 不管是苗成还是独孤拜 都想争夺第一的位置 尤其是苗成 时时刻刻都梦想击败独孤拜 龙兄弟 张志航和鬼力几人 这次参加所谓的六宗争霸战 明显是冲你来的 所以你无比小心 万一我们走散 你只要记住一句 尽快离开这里 至于至尊金丹 有我在 一定帮你取得 多谢 鬼窟岭 常年黑雾缭绕 更是充斥着怨气和阴煞之气 在鬼窟岭待的时间长了 就会被阴煞之气侵蚀 无法驱散着 就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杀戮者 一旦本心被侵蚀 算是变成杀人工具而已 正是因为如此 没有人愿意踏入鬼窟岭 至于六大宗门为何会选择这里 恐怕都怀鬼胎 鬼窟岭深处 一块巨石之上 里面凹回去一个小坑 里面摆放着一枚金丹 正是至尊金丹 至尊金丹 至尊无者死后所有力量汇聚而成 对于尊者的相助最大 一旦被尊者服用 就算是突破至尊境界 几率也会大大提升 这也是为什么 众人都想要得到至尊金丹的真正原因 至尊金丹是被六大宗门亲手所放 所以门下弟子当然知道至尊金丹的具体位置 正是因为如此 前后不到八个使出 十三人已经全部汇集到巨石四周 一个各死死地盯着巨石内的至尊金丹 十三人 没有一个人轻举妄动 因为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 一旦有人先动 立刻会被群而攻之 所以 每个人都在等待 等着有人忍耐不住 就这样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至尊金丹明明就在眼前 却没有人上去争夺 也算是奇葩现象了 每个人都忌惮着其他人 其中最为强大的两人 苗城和独孤拜同样不敢轻举妄动 虽然他们是盗阻巅峰 但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 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更何况 苗城一直死死地盯着独孤拜 意思已经很明确 就是要阻止独孤拜夺取至尊金丹 第210章被算计 龙兄弟 等等我和独孤大哥引开其他人的注意 你去抢夺至尊金丹 对于夏军的意思 龙傲又何尝不知道 但是他能够如此做吗 身为朋友 龙傲很清楚地知道 凡事都要为朋友着想 不能害了朋友 所以龙傲肯定不会同意 小军说得很对 龙兄弟 成败在此一举 我和苗城难免一战 既然如此 选时不如撞日 等等我就会和他一战 还没有等独孤拜把话说完 龙傲的身体忽然动了 不能连累夏军和独孤拜 想到这里 龙傲毅然决然地先出手 看到龙傲的忽然举动 不管是夏军还是独孤拜 都有很大的感触 对于龙傲的意思 他们两人又何尝不知道 没有丝毫的迟疑 独孤拜和夏军也跟着冲了出去 龙傲的先动 彻底引爆四周所有人 但就在这个时候 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难以置信 原来龙傲射出去的同时 已经启动了锁神珠和猪神镜 不仅锁定了四周所有人 更是使得时间逆流三秒钟 别人逆流三秒钟 相当于龙傲的速度可以加快三秒钟 这是什么概念 不得不承认 猪神镜和锁神珠的确非常强大 但所消耗的灵魂之力也是非常的恐怖 不过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龙傲已经顾不上其他 就在所有人 包括苗城在内 全部震惊的时候 龙傲已经顺利来到巨石之上 心中一喜 强忍着削弱的灵魂 从巨石之内取出至尊精丹 但就在这个时候 至尊精丹底突然射出一道光芒 惨叫一声 龙傲的身体跟着倒飞而去 灵魂受到重创 要不是龙傲借助龙印空间 抵挡住一半的攻击 单单是这一下 就足以要了龙傲的性命 看到龙傲倒飞而出 鬼力和张志航心中顿时一喜 两人心里都很清楚 有着独孤拜和苗城的抢夺 他们根本没有希望争夺至尊精丹 正是因为如此 张志航和苗城朝着龙傲射去 夏军和独孤拜也是大吃一惊 不敢有丝毫的迟疑 同样朝着龙傲射去 但苗城却不会给独孤拜机会 直接找上独孤拜 也不管独孤拜是否愿意 直接出手 招招狠毒 不仅如此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为之 其他人同时缠住夏军 这样以来 龙傲就成了孤家寡人 并且灵魂受到重创 情况极其的危险 灵魂受到重创 灵魂刚刚受到攻击 龙傲就已经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相信至尊精丹下的灵魂攻击 乃是张默所为 为的就是抹杀自己 要不是龙福向柱 他已经死了 张默无耻到了极点 强忍着灵魂受创带来的虚弱 龙傲一个转身 快速朝着元楚社去 而张志航等人 明显不打算放过此人 直接追杀而去 张志航 你敢碰龙傲 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心里虽忌惮独孤拜 但在这种情况下 张志航并没有将独孤拜 放在心里 因为张志航已经决定 就算招惹独孤拜 也要斩杀龙傲 斩草除根 除了找回面子之外 更多的还是永绝后患 独孤拜和夏军 简直愤怒到了极点 但两人被死死的缠住 根本无法脱身去相救龙傲 独孤拜和夏军能够想象的出来 受到重创的龙傲 能够抵挡住张志航的追杀吗 答案明显是否定的 哪怕龙傲拥有诸神境和所神珠 脑海之中 传来阵阵虚弱 龙傲依然坚持着 龙傲心里很清楚的知道 一旦自己无法坚持 那么必死无疑 不知不觉之中 龙傲被追杀的无路可走 来到一处阴煞之气非常恐怖的地方 前方有着一块石板 上面写着鬼窟领境地 擅长者死 鬼窟领境地 迷迷糊糊 看着石板上的几个字 龙傲还是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已经被追到了鬼窟领境地 在进入鬼窟领之前 不管是独孤拜和夏军 还是夏方再三嘱咐自己 不管何时 都不能进入鬼窟领境地 因为但凡进入鬼窟领者 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出来 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自己有选择的权利吗 心里就算有着一万个不愿意进入 但龙傲最终还是选择进入鬼窟领境地 其实龙傲和官方已经约定 龙傲要进入境地取一件东西 但却是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进入 龙傲灵魂重创 进不进入都是一个死 既然横竖都是死 龙傲也不愿意死在张志航等人手中 没有继续迟疑下去 龙傲一个剑步已经窜了出去 转眼间 已经没入境地之内 黑雾缭绕 根本看不清楚境地内的情况 张志航 鬼力等人当然没有胆量进入鬼窟领境地 一个个双眼死死的盯着面前的鬼窟领境地 张志航忽然冷笑起来 哼哼 龙傲 这是你自找的 怨不得别人 张志航 我杀了你 赶来的独孤拜和夏军 看到龙傲被逼的进入鬼窟领境地 两人彻底愤怒起来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全部射向张志航和鬼力 喝了一跳 张志航和鬼力当然不敢和独孤拜硬碰硬 要是正常情况下 两人根本不可能逃走 但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 根本不给独孤拜报仇 苗成已经窜了出来 和独孤拜狠狠地交战在一起 苗成 你我一战随时都可以 我先杀了他们 心中冷笑一声 苗成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现在的独孤拜已经心境大乱 正好是自己出手的机会 一生之中 苗成都想要击败对方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何要轻易放弃 苗成也不说话 就这样一招强过一招 招招狠毒 下军的结果一样 被张志航和鬼力围攻 短短的几分钟 就已经伤痕累累 不管是独孤拜还是下军 两人都很清楚地知道 要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两人必败无疑 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没有必要硬碰硬 正是因为如此 独孤拜和下军狠狠地逼开众人 转身快速离去 第211章 你居然会说人话 鬼哭领 禁地之内 黑雾缭绕 一眼望不到头 被张默算计 灵魂受到重创 无奈之下 进入鬼窟领境地 龙傲甚至顾不上其他 一头栽倒在地 龙福出现在龙傲身边 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小家伙 你尽情地吞噬阴煞之气 趁着这个机会 我相助你突破人亡巅峰境界 这个时候 龙默忽然出现 幼小的身躯 开始凶猛地吞噬四周的阴煞之气 九幽地鸣虎 本身就是阴煞之气的克星 没有去管小家伙 龙福来到龙傲面前 伸出右手 一股强大的灵魂之力 进入龙傲的体内 开始修补龙傲的灵魂 因祸得福 不知道过了多久 龙福说了这么一句 重新返回龙吟空间 禁地之内 只剩下昏迷不醒的龙傲 还有不断吞噬阴煞之气的龙鸣 恩 好痛 呲牙咧嘴 龙傲艰难地睁开双眼 慢慢地从地上爬起 左右看了一眼 发现四处黑雾缭绕 一股股阴煞之气扑面而来 没有去管阴煞之气 龙傲已经发现身边 不断吞噬阴煞之气的小家伙 没有去打扰 也没有丝毫地迟疑 立刻盘膝而坐 开始休养起来 三个时辰后 龙印空间内 龙傲说道 龙福 这次多谢了 龙傲很清楚到底是谁救了自己 这次被张默算计 灵魂受到重创 要不是龙傲及时相救 恐怕现在的自己已经陨落 张默 金阳宗 主人 这次的灵魂受创 对于你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为何 龙傲很是好奇 不知道龙傲所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主人 你这次灵魂受到重创 刚刚我已经帮你修复 并且借助灵魂受创 将你的灵魂壮大了至少一倍 龙傲当然知道龙傲所说的意思 灵魂之力壮大一倍 岂不是说 自己的灵魂攻击 为了足足增加了一倍 心中大喜 要是按照龙傲如此说 自己这次岂不是因祸得福 主人 刚刚我已经感应过 这个所谓的鬼窟领境地 里面有着一条很强大的巨龙 并且还是魔龙 所以你要小心 千万不要吵醒它 魔龙 龙傲很是震惊 因为它万万没有想到 鬼窟领境地之内 居然会有一条巨龙坐镇 难怪鬼窟领境地如此强悍 有境无处 离开龙印空间 龙傲抱起已经吞噬完毕的小家伙 发现几天不见 小家伙的修为已经突破人亡境界 很是惊讶 小家伙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就成就了人亡境界 龙傲心里更加清楚 小家伙之所以能够如此快的突破实力 除了和自己已经签订契约之外 更重要的是有着龙傲的相助 还有吞噬四周的阴煞之气 小家伙 你先休息 吞噬了阴煞之气 龙明感觉很累 点点头 一头钻入龙傲的怀里 呼呼大睡起来 龙傲没有离开禁地 因为他已经答应官方 帮雪海宗得到一件宝物 要是无法取得 那么令狐宁和冰魄就有危险了 打起十二分精神 龙傲小心翼翼一步步朝着近地深处走去 龙傲发现一件事 越往深处走 阴煞之气越是恐怖 必须运转全身的力量抵挡 稍有松懈 就会被阴煞之气侵蚀 最终没有办法 龙傲已经抵挡不住阴煞之气的侵蚀 只能求助小家伙 不得不说 九幽地明虎乃是阴煞之气的克星 不仅不怕侵蚀 直接吞噬四周的阴煞之气 使得龙傲顺利利的进入禁地深处 狠狠地吞了一下自己的口水 龙傲傻地愣在当地 傻傻地看着面前的巨大生物 巨龙 黑色巨龙 龙傲很清楚地知道 面前的黑色巨龙就是龙府口中所说的魔龙 稍微感应了一下 龙傲就已经确定 面前的黑色巨龙 实力最似凌驾于至尊武者之上 虽然他没有见过至尊武者 却感应过至尊精丹的力量 虚无境界魔龙 看着呼呼大睡的魔龙 龙傲不敢吵醒魔龙 根据官方所说 血海宗需要的这件宝物 乃是一枚灵兽蛋 龙傲刚开始还怀疑 到底是什么灵兽的蛋 居然让血海宗如此动心 现在看来 血海宗想要得到的蛋 明明就是龙蛋 也就是说 血海宗本身就已经知道 境地之内 有着魔龙的存在 狠狠地吞了一下自己的口水 想要在魔龙面前夺走人家的孩子 无疑就是老虎嘴里拔牙 太罪头上冻土 仔仔细细观察了一遍 龙傲并没有发现任何龙蛋 猛然一看 发现魔龙身边 睡着一头小魔龙 毫无疑问 龙蛋已经被孵化 变成了小龙 没有龙蛋 那么自己和血海宗的约定就可以作废 龙傲可不想白白送死 面前的魔龙到底有多强大 龙傲心里知道的清清楚楚 转身就准备离去 无耻的人类 竟然敢进入我的地盘 你就留下来吧 刚刚转身 还没有来得及离开的龙傲 瞬间被一股恐怖的阴煞之气笼罩 心中大惊之下 猛然转过头 惊讶地问道 你居然会说人话 龙傲震惊的无语伦比 因为众所周知 零售根本不可能开口吐人言 但是现在呢 哈哈哈哈 无知的人类 开口说话有何难 幻化人形都可以 狠狠地吞了一下自己的口水 要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他都不会相信 无奈地说道 魔龙前辈 这次我进来 主要是为了你的孩子 不瞒你说 为了我的朋友 刚开始我准备带走你的孩子 从而换取我朋友的安慰 龙傲的实话实说 使得魔龙有些惊讶 要是龙傲胡编乱造 恐怕魔龙不会给他任何开口的机会 小子 算你诚实 但你擅闯我的领地 你必须死 不过我可以让你死的痛快点 现在 你自己选择想要如何死 很是郁闷 龙傲还是第一次见到 让自己选择死的方法 魔龙很是狂妄 但龙傲很清楚 魔龙有狂妄的资本 否则的话 不会如此说 第212章转世之躯 小子 你不愿意 肯定不愿意 除非我是傻子 哈哈哈哈 小子 不得不说 你真的很诚实 我也很喜欢你的诚实 好 我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能够抵挡住我的气势压制 我就放你出去 自己能够选择吗 还没有等龙傲准备好 魔龙身上爆发出一股不可匹敌的气势 直接狠狠地压制而来 铺天盖地 弄插 龙傲喝了一跳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指 身体更是摇摇欲坠起来 双脚被气势压制狠狠地陷入地底 魔龙的实力远远超出他的认知 运转体内的所有力量 但就算如此 龙傲发现自己还是无法抵挡住魔龙的气势压制 境界的差距太大 想要抵挡住气势压制 犹如痴人说梦 主人 将气势压制引入龙影空间 就在龙傲减直不住 准备放弃的时候 忽然听到龙傲的话 心中大喜之下 灵魂立刻沟通龙影 将气势引入龙影空间 犹如小河流入大海一般 不管魔龙的气势如何压制 龙傲始终显得很轻松 正是因为如此 魔龙感觉此事有些不对劲起来 对于自己的实力 魔龙有着十足的信心 不要说对方只是一个蜕变舞者 就算是虚无舞者 也根本抵挡不住自己的气势压制 撤回气势 魔龙很是惊讶地问道 小子 我要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 魔龙不仅狂妄霸道 更是强势 直接就是我要知道 而不是询问 这就是拥有实力的资本 魔龙就拥有这个资本 助我不能奉告 你不怕我杀了你吗 怕 但原则问题我不会退缩 魔龙前辈 要杀就杀 不必多说废话 虽然只是刚刚和魔龙接触 龙傲似乎已经摸清楚了魔龙的脾性 不过魔龙始终是魔龙 没有继续多说废话 气势接着开始压制 而这个时候 一道龙银声响起 龙墙的身躯已经出现在半空之中 龙银声响彻整的禁地空间 看着半空之中忽然出现的巨龙 魔龙的脸色奏变 身体似乎有些战斗 甚至连睡熟的小魔龙也已经被吵醒 龙墙来到龙傲身边 死死的盯着面前的魔龙 根本不管不顾魔龙的实力 甚至不管魔龙的气势压制 龙墙就这样死死的盯着 完全能够想象得到 要是魔龙继续对付龙傲 龙墙会毫不犹豫的出手 深深的看了一眼龙墙 魔龙忽然问道 小子你是如何找到他的 很是惊讶 龙傲不知道 为何魔龙见到龙墙就停止了气势压制 不管如何 龙墙的实力远远不如魔龙 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对于这点 龙傲也没有丝毫的隐瞒 将自己如何进入龙骨 如何无意之中得到龙弹的事情 1511时讲了出来 听完之后 魔龙点点头 忽然说道 小子 你的运气真的很不错 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好好对小家伙 你们走吧 你让我们离开 魔龙没有继续废话 闭上双眼继续呼呼大睡起来 看到魔龙陷入沉睡 龙傲简直惊讶到了极点 他知道 魔龙放过自己 并不是因为他 而是因为身边的龙墙 难道魔龙也忌惮龙墙 按照正常情况 以魔龙的实力 应该不会忌惮龙墙 但事实摆在眼前 就算不相信 事实还是事实 但龙傲没有丝毫的迟疑 既然魔龙选择不继续对付自己 龙傲也没有继续逗留 鬼知道魔龙会不会突然改变主意 带着龙墙转身离去 猛然睁开双眼 看着渐渐消失的身影 魔龙忽然自语道 转世之躯 希望龙族能够复兴 对于魔龙的话 龙傲没有听到 顺利离开禁地 也算是常常松了一口气 算了算时间 龙傲发现 自己进入鬼窟林禁地 已经过去整整十天 相信六大宗门的弟子已经离去 也就是说 如今的鬼窟林 已经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张默 张志航 金阳宗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双拳紧紧的握着 龙傲双眼眺望着金阳宗的方向 先是被张默算计 灵魂重创差点死掉 后是被张志航追杀 逼迫自己进入禁地 要不是龙墙出现 自己还能够出来吗 雷霆宗 独孤大哥 龙兄弟进入鬼窟林禁地 有没有机会活着出来 这次的六宗争霸战 不管是独孤败还是下军 心里都深深的内疚着 不过却是无能为力 因为他们两人也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火焰宗 鬼王宗 血海宗 金阳宗联手缠住自己两人 就是要对付龙傲 独孤败深深叹息一声 无奈地说道 鬼窟林禁地意味着什么 你我心里都很清楚 龙兄弟被逼入禁地 能够出来的几率不出一成 独孤败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下军也深深叹息一声 猛然间 身上爆发出强悍的杀气 说道 独孤大哥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龙兄弟的仇我必须要报 张志航必须死 点点头 独孤败冷声道 经过这段时间 相信短时间内 张志航不会离开金阳宗 所以我们必须耐心等待 不过龙兄弟的仇 我们一定会报 你们不要乱来 爹 宗主 看到忽然出现的宗主下方 不管是独孤败还是下军 似乎都很惊讶 不知道为什么要阻止自己两人 似乎能够看出两人心中的疑惑 下方声音凝重地说道 刚刚张默 还有其他四大宗门找到我 商量九州风云站的事情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 是搞定九州风云站 至于其他事情 全部押后处理 独孤败和下军听到九州风云站 脸色都写满了期待 但想到龙傲的仇还未爆 原本期待的表情瞬间冷漠下来 你们两人应该清楚 九州风云站 对于我们天州来说意味着什么 要是耽误了 金阳宗一旦联合其他宗门 我们就会变得很被动 第213章神一般存在 九州风云站 天舞大陆 共分九州 分别是州 碧州 日州 月州 落日州 云州 赤州 焕州 黑灵州 每隔十年 九州就会举行一次风云站 九州风云站 意思很简单 就是每个州风云榜上的人物 追逐名次争夺 九州之中 天州名字排第一位 但每次的九州风云站 却次次都是倒数第一 正是因为如此 每次的九州风云站 六大宗门看得很重 九州共有九个风云榜 每个风云榜拥有一百人 九个风云榜相加 共有千余人 千余人争夺名次 能够进入前十名者 不仅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励 更加可以名扬整个天舞大陆 可以这样说 九州风云榜 汇集了整个天舞大陆 年轻一辈所有超级天才 深深叹息一声 独孤拜何夏军很清楚的知道 九州风云榜对于六大宗门来说 非常重要 要是因为宗门而耽误 恐怕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知道你们心有不甘 但熟亲熟众 我希望你们能够分得清楚 下方离去 独孤拜何夏军相互看着对方 都从对方眼里看出一丝坚决 就算暂时无法报仇 但此仇却必须报 鬼王宗 龙奥没有出来 鬼王奥天心里也有少许的无奈 也算是丢了芝麻又丢了西瓜 毕竟至尊金丹跟随龙奥一起进入鬼窟领境地 也就是说 他永远无法得到这枚至尊金丹 没有得到至尊金丹 奥天甚至不敢和奥雪提起此事 因为他对自己这个女儿的性格太了解了 要是奥雪知道龙奥死了 毫无疑问 奥雪肯定会跟随而去 荷花池边静静地坐着 看着面前的荷花池 奥雪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奥雪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奥雪的身体猛然一颤 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猛然转过身 看着忽然出现的少年 再也忍不住 直接扑了上去 刚刚出现的人 正是龙奥 紧紧地搂着奥雪 龙奥当然知道奥雪的苦楚 两人没有多说话 一切静在无言中 龙奥 放开奥雪 看着并没有死的龙奥 奥天很是惊讶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进入鬼窟岭境地的龙奥 是如何顺利离开的境地 爹 鬼王 这没事至尊金丹 你的三观我已经全部做到 现在我可以带走奥雪了吧 至尊金丹 强忍着心中的惊喜 接过龙奥帝过来的至尊金丹 奥天恨不得立刻闭关修炼 但他知道 接下来有着很多事情需要他做 说道 三观已过 你和奥雪的事情我不会多问 至于金阳宗那边 我自会去说 龙奥 我将女儿交给你 我放心了 奥雪 之前我交代你的事情 你告诉龙奥 看着离开的奥天 龙奥并没有丝毫的怨念 因为奥天身为鬼王宗的宗主 做什么事情之前 首先要考虑的是鬼王宗的利益 虽然他心里很是鄙视鬼王奥天 拉着龙奥的手坐下 奥雪和龙奥许说着各自的相似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奥雪突然说道 龙奥之前父亲告诉我 一个月后 九州风云战即将开启 你身为风云榜第三 必须代表天州出战 九州风云战 奥雪将关于九州风云战的事情 全部讲了出来 听完之后 龙奥大概了解了九州风云榜的事情 看来自己是没得推脱 其实在龙奥心里 很是期待九州风云战 因为天舞大陆共分九州 一般情况下 他很难接触到其他八州的年轻舞者 九州风云战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龙奥 你会参加九州风云榜吗 龙奥笑了笑 反问道 你希望我参加吗 不希望 九州风云榜很是危险 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 不过我知道 身为男人 必须做男人该做的事情 我只是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 不管如何 你都要保护自己 你要记住 我会永远等你 听到奥雪的话 龙奥很是感动 龙奥 我想求你一件事 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说 只要我能够办到的事情 我一定帮你办到 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父亲虽然做的不对 但不管如何 他始终都是我的父亲 所以我想继续留在鬼王宗 等你迎娶我的那一天 我再离开 原来此事 虽然心里有着一万个不愿意让奥雪继续留在鬼王宗 但龙奥换位思考 要是自己遇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办 所以龙奥没有丝毫的犹豫 扁头说道 当然可以 等我的实力足够强大 我一定会前来迎娶你 奥雪笑了 龙奥同样也笑了 在鬼王宗足足待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清晨 龙奥就离开了鬼王宗 龙奥的意思很简单 想要保护自己的爱人和家人 自己就不能停下来 因为他现在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先不说虚无境界 单单是蜕变境界 都未曾达到巅峰状态 距离九州风云榜还有一个月时间 龙奥准备先返回家族一趟 对于自己大闹鬼王宗的事情 相信家族一定已经知道 正是因为如此 龙奥心里很清楚的知道 父母家人肯定担心死了自己 赤火镇 如今的赤火镇早已经飞喜笔 有着雷霆帝国和雷霆宗的大力支持 短短的数月时间 赤火镇的规模再次扩大了三倍 就算是雷云城 见了赤火镇都犹如小屋见大屋 赤火镇 按照正常情况下 以现在赤火镇的规模 应该改名为赤火城 但龙家却执意不改 作为赤火镇的土皇帝 龙家的意思就是圣旨 何人敢违背 龙奥 不管是地位还是其他 都要远远超过龙家 因为众所周知 龙家能够如此强势崛起 都是靠着一个人 那就是龙奥 一个天纵奇才 一个传奇人物 龙奥如今在赤火镇 就犹如神一般的存在 很多人都非常崇拜 甚至当作神一般供奉着 正是因为如此 龙奥只是刚刚踏入赤火镇 整个赤火镇所有人都知道 龙奥回来了 彻底沸腾起来 第214章 神不知鬼不觉 看着所有人兴高采烈 就好像看怪物一般看着自己 龙奥很是不适应 自己是怪物 没有继续逗留 加快速度 不依惠的时间 就已经返回家族 龙家 占地面积足足扩大了十倍 非常豪华 刚刚踏入家族 龙奥同样被喝了一跳 因为兄弟姐妹全部 站在大堂外迎接自己 其中还有着爷爷 父母 二叔 三叔等 爷爷 爹 娘 三叔 龙奥一个个喊了一遍 龙奥的实力不管如何强大 不管在外面如何历经生死 只要返回家族 整个人都能够彻底平静下来 尤其是看到家人 好 好 好 回来就好 木林忍不住落泪 拉着龙奥的手 左看看又看看 生怕自己的儿子有点什么事情 这就是家 这就是家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家人永远都不会改变 大堂 驱散所有人 爷爷龙奥时 父亲龙翼等人分别落座 至于木林 则没有留下 奥儿 你和鬼王宗的事情 我们已经了解 现在解决了吗 龙奥时等人最为关心的事情 就是鬼王宗和金阳宗 因为所有人众所周知 金阳宗和鬼王宗称霸天舟 单单以奥儿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撼动金阳宗和鬼王宗 点点头 龙奥不希望此事让家人担心 笑着说道 全部解决了 你们放心 奥儿 你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如果累了 你就回来 就算死 我们都会陪着你 爷爷越是如此 龙奥越是清楚 自己不能连累家人 爷爷 我刚刚回来 为何所有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对于这一点 龙奥很是好奇 难道赤火镇的人都疯了 见了自己就好像见了怪物一般 都是因为你 龙奥时笑了笑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这一下 龙奥更加好奇起来 都是因为自己 奥儿 你现在是赤火镇所有人心中的偶像 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所以吃火镇的人见了你 都很开心很兴奋 居然是这么一个原因 龙奥很是无奈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爷爷 之前我托人送回来的灵兽兽丹和尸体 家族收到了吗 摇摇头 龙奥时说道 没有 果不其然 看来令狐宁和冰魄的确是被血海宗抓走了 心情瞬间沉重下来 和家人简单聊了几句 龙奥就返回自己的小独院内 龙家有两处境地 第一个是龙奥的小独院 另外一个便是后院 稍微休息了一会 龙奥就离开逐出来到后院 在龙家 除了龙奥可以随随便便进入后院之外 不管是谁 哪怕是龙奥时都不敢踏入 小子 你终于回来了 对于火麒麟 龙奥更多的是尊重和感激 不管如何 只要火麒麟坐镇家族 那么天州甚至大陆之内 似乎无人能够伤害家族 麒麟大哥 这是你需要的所有灵草 将所有灵草全部放下 一共三份 足够火麒麟恢复 不过龙奥并没有离开 一副预言又止 想说什么 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火麒麟乃是老狐狸 如何看不出龙奥有事 冷恨一声 火麒麟很是不爽地说道 有什么话只说 不用吞吞吐吐 麒麟大哥 实不相瞒 我的两个朋友被血海宗抓走了 单凭我的实力 根本无法救出他们 所以我想请麒麟前辈出手 要是我的身份暴露 我就不可以继续留在龙家 麒麟大哥 我已经想过 凭借你的实力 想要从血海宗救出两个人 完全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虽然不知道火麒麟到底是什么境界 但龙奥却可以确定一点 火麒麟的实力肯定凌驾于尊者之上 也就是说 火麒麟最次也是至尊境界 试问 至尊境界的火麒麟 想要从血海宗救出两个人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要是以前的火麒麟 百分之百不会同意 正所谓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 火麒麟想了想 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下来 连夜出发 龙奥整整一夜未睡 虽然很相信火麒麟的实力 但他并不了解血海宗 鬼知道血海宗内 到底有没有强者 能够凌驾于火麒麟之上 第二天 当令狐宁和冰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龙奥才算是真正松了一口气 直到此刻 令狐宁和冰珀都有些唏嘘不已 冰珀震惊帝说道 龙兄弟 要是不出意外 当初赤火山的受伤麒麟 已经坐镇龙家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龙奥也没有丝毫的隐瞒下去 将当初的事情一五一时讲了出来 听完之后 令狐宁和冰珀更加唏嘘不已起来 没有继续问下去 因为两人知道 此事非同小可 朋友之间 何事该问 何事不该问 两人知道的清清楚楚 令狐兄 冰珀 这次是我连累了你们 是朋友 就不必多说 龙兄弟 这次我们虽然被麒麟前辈所救 但血海宗明显是想要对付你 所以龙兄弟 你凡事要小心 点点头 对于冰珀和令狐宁的担心 龙奥又何尝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 看到两人没事 他也算是放心下来 暂时安顿好两人 龙奥立刻进入炼丹房 开始炼丹 之前进入火焰森林 斩杀了很多强大的灵兽 其中单单是蜕变灵兽 救不下三十头 这些灵兽的受丹炼制出的丹药 对于武者的实力突破 有着很大的相助 这次回来 龙奥准备整体提升家族的实力 退一步讲 就算有一天他出了事情 家族也不至于跟着自己灭亡 但要和灵球力量 双管齐下 龙奥相信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突破家族的整体实力 炽火症外 九幽地明珠李星和龙伊利 死死的盯着面前的炽火症 龙伊利脸上写满了怨恨 说道主人 这里就是炽火症 龙奥的家族 要是不出意外 只要我们控制住炽火症 相信龙奥一定会回来 第215章龙引虎啸 借刀杀人 龙伊利有着自知之明 按照他现在的实力 想要斩杀龙奥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九幽地明珠李星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龙伊利的借刀杀人 但他确实想要斩杀龙奥 炽火症 李星有着十足的信心 以自己的实力 足以控制整个炽火症 龙伊利 看着面前忽然出现的两人 龙奥震惊到了极点 他实在难以置信 已经陨落的龙伊利 为何会出现在炽火症外 李能够认出我 李的样貌可以改变 但你的气息却永远无法改变 龙奥心里很是凝重 因为他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龙伊利身边的这位大汉 实力非同小可 罪刺也应该是帝皇舞者 甚至是道祖舞者 小子 还认识我吗 听到大汉的话 龙奥仔细感应起来 感应之下 脸色变了 凝重帝问道 你是九优帝明珠 哈哈哈哈 很好 没想到你还认识我 看着疯狂大笑的两人 龙奥实在震惊的无与伦比 因为当初在山洞 龙伊利被吞噬 九优帝明珠自爆 既然如此 为何两人会出现在自己面前 龙奥 给你一个机会 自尽于此 我可以放过赤火阵 啪 还没有等龙伊利把话说完 李欣直接一个耳光扇了过去 极其的响亮 直接将龙伊利扇的愣在原地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冷恒一声 李欣轻蔑地说道 你是什么东西 竟然敢替我做主 滚一边去 知道了主人 心里愤怒到了极点 但龙伊利还是战战兢兢的退到一边 小子 今天不仅你要死 是火阵内的所有人都要死 不过我的确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跪下认错 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 九优帝明珠 道祖巅峰境界 龙奥心里并没有多少担心 因为家族之中有着火麒麟作证 小小的九优帝明珠根本不算什么 但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实在不愿意动用火麒麟的力量 不愿意 愿意你妹 根本不给九优帝明珠和龙伊利任何机会 龙奥一个剑步 整个身体已经窜了出去 不过九优帝明珠始终都是道祖巅峰境界 本身实力摆在那里 转眼间 两人已经战斗在一起 仅仅三招 龙奥就被逼得不得不后退 这还是九优帝明珠没有权力出手 否则龙奥连一招都抵挡不住 这就是仁王境界和道祖巅峰境界之间的差距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龙奥当然很清楚 九优帝明珠之所以不权力出手 无非就是想要羞辱自己罢了 左神珠 珠神境 其异的力量四散笼罩 不仅锁定九优帝明珠的身体 更是使得时间逆流 时间逆流 九优帝明珠的速度慢下来 龙奥的速度就相对快了很多 手持血引狂刀 直接朝着九优帝明珠狠狠的顺势批出 今天刀芒划破空间 犹如雷电批下 道祖境界 不得不承认 九优帝明珠的实力很强大 只是短短的一秒钟时间 就已经恢复时间流速 并且争夺锁定 双拳狠狠的砸出 刀芒和拳芒相撞 火花四射 九优帝明珠没有动 龙奥的身体倒飞而出 心中大惊 龙奥隐生生的停了下来 虽然知道道祖舞者的实力很强大 但他还是没有想到 九优帝明珠的实力会强大到这种地步 其实想想也就是然了 当初天赤三祖联手 都无法斩杀九优帝明珠 最后还是借助所神珠 封印了九优帝明珠 最后甚至赔上了自己三人的性命 可想而知 九优帝明珠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大 明明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对方 但龙奥还是不会选择放弃 龙奥就是这么一个人 越战越勇 否则的话 当初也不会独自一人前往鬼王宗 为红颜战天下 差点丢掉性命了 哈哈哈哈 小子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如何从我手中离开 九优帝明珠有着强大的自信 对方只是小小的人王境界 在自己眼里连蝼蚁都算不上 就算是到祖舞者前来 他同样不拒 龙奥的身体再次动了 锁神珠和珠神境同时而出 再次笼罩了九优帝明珠 有了前驱之见 九优帝明珠明显学精 根本不等自己的身体被锁定 身体已经窜了出来 双掌狠狠的劈了过来 时间前进 珠神境的强大之处 不仅可以改变对手的时间流速 同时还可以改变自己的时间流速 时间前进三秒钟 龙奥的速度瞬间加快 双眼一朗 但九优帝明珠却没有丝毫的愤怒 脸上反而写满了顽腻 就在这个时候 龙奥背道而驰 没有继续和九优帝明珠斗下去 反而朝着龙伊利射去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不过九优帝明珠却不会给龙奥丝毫的机会 以最快的速度来到龙奥面前 等待着龙奥的自投罗奥 硬生生的改变方位 龙奥还是小看了九优帝明珠的实力和速度 看来自己继续站下去 除了被九优帝明珠斩杀之外 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 龙奥心里很清楚 一旦自己离开 九优帝明珠就会进入赤火镇 从而屠戮赤火镇 火麒麟已经说过 他不会去管赤火镇的死活 那么只要九优帝明珠不攻击龙家 火麒麟肯定不会出手 正是因为如此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龙奥是真的不愿意退出战斗 让你试试我的蜘蛛网 说着 九优帝明珠嘴里不断喷涂血色蜘蛛网 不意会的时间 一个巨大的蜘蛛网已经出现 龙奥当然不敢选择硬碰硬 万一被缠住 后果不堪设想 不得不说 九优帝明珠的实力很是强大 单单是蜘蛛网一旦困住龙奥 恐怕挣脱的几率很小 就在龙奥不断游走 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声龙银 一声虎啸同时响起 在九优帝明珠和龙伊利震惊的目光之中 一条巨龙和一头黑虎同时出现 龙银虎啸 响彻天地间 第216章瓮中捉憋 龙银虎啸 一声龙银 一声虎啸 龙墙和龙银的身躯出现 根本不给九优帝明珠任何反应的机会 一龙一虎已经攻击而出 不管是龙强还是龙银都是人亡境界 但龙虎联手 威力足足提升一倍 龙奥也同样没有想到 两个小家伙会突然出手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要是两个小家伙出点什么事情该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 九优帝明珠始终都是盗阻巅峰境界 实力摆在那里 两个小家伙就算联手 肯定不是九优帝明珠的敌手 还没有等龙傲阻止 龙强和龙银已经开始攻击九优帝明珠 一波接着一波 龙虎交错 两股不同的力量叠加 使得九优帝明珠处处受制 被逼得一步步倒退 九优帝明珠和九优帝明虎其实是一个同族 但两者的气势完全不同 可以这样说 在九优帝明灵兽一族 九优帝明虎乃是王者 而九优帝明珠只是普通族人 王者与生俱来的气势和威严 死死地压制着九优帝明珠 从而弥补了境界上的差距 要是其他道祖境界灵兽 就算龙虎联手 恐怕也挡不住三招 但现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刚刚已经说了 单单是气势压制 九优帝明珠就已经输给了九优帝明虎 气势压制 并且还是死死地压制 龙奥心中顿时一喜 并没有站在一边看好戏 龙奥也瞬间加入战斗 一人一龙一虎联手 不断地攻击着九优帝明珠 小子 这笔账我一定会找你算 我们后会有期 九优帝明珠没有继续纠缠下去 虽然实力摆在那里 但气势被死死的压制 就算继续斗下去 最终吃亏的还是他自己 看着狼狈而逃的九优帝明珠和龙一粒 龙奥不仅没有丝毫的开心 反而脸色更加凝重起来 直到此刻 龙奥都想不通 龙一粒和九优帝明珠为何会重生 按照九优帝明珠的实力 始终都是一个危险 鬼知道两人何时会回来 不管怎么说 不久之后 他就会离开赤火镇 去参加所谓的九州风云战 自己该如何做呢 龙强和龙明赶走九优帝明珠 重新回到龙印空间内修炼 龙奥也没有逗留下去 返回赤火镇龙家 龙家 小独院内 自从和九优帝明珠一站之后 龙奥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住处 脑海之中 不断想着如何解决此事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的知道 只要不解决九优帝明珠 那么一旦他离开 家族始终都会有麻烦 就算家族有着火麒麟作证 谁也不敢保证 家族的弟子一旦离开家族 难道火麒麟还会去管家族弟子的死活吗 虽然火麒麟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并且帮助自己救回令狐宁和冰破两人 但龙奥还是知道火麒麟不可能 时时刻刻守护家族每个弟子 正是因为如此 龙奥很清楚 此事麻烦大了 到底该怎么办呢 奥儿 怎么了 看到爷爷走了进来 龙奥无奈的笑了笑 本来并不想将此事告诉爷爷 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加上九州风云站已经迫在眉睫 他必须尽快想出办法搞定九优帝明珠 整个龙家 赶随随便便进入小独院的只有三个人 那就是龙奥时 龙翼和慕麟 没有丝毫的隐瞒 龙奥将九优帝明珠和龙翼立的事情 大致说了说 听完之后 龙奥时也很凝重起来 现在的龙奥时已经知道道祖境界代表着什么 时刻被一头道祖境界的灵兽惦记 的确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奥儿 你准备参加九州风云站 没错 九州风云站 九州九个风云榜的人物都会参加 我身为天州风云榜第三 要是不参加的话 龙奥没有说下去 但话中的意思和坚决已经很明确 对于自己孙子的性格 龙昊时当然了解 所以并没有劝解 而是说道 奥儿 按照你刚刚所说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九优帝明珠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说不定就在赤火镇四周 时刻盯着我们 龙奥并没有说话 因为他知道 爷爷吃的盐比自己走的路都多 说不定爷爷有办法对付九优帝明珠 龙昊时想了想 说道 奥儿 不如我们来个瓮钟捉鳖 爷爷 何为瓮钟捉鳖 笑了笑 龙昊时继续说道 很简单 之前我听你说 麒麟前辈 奇林前辈身受重伤 想要恢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爷爷 你是想借助麒麟大哥的力量消灭九优帝明珠 点点头 龙昊时说道 没错 只要我们能够将九优帝明珠引入家族 到时候不用我们出手 麒麟前辈自会解决它 这就是所谓的瓮钟捉鳖 对于爷爷的办法 龙昊已经明白 按照自己和火麒麟之间的约定 只要有强敌进入家族 火麒麟会守护家族御敌 正是因为如此 按照爷爷的办法 就是将九优帝明珠引入家族 到时候按照约定 火麒麟自会出手消灭九优帝明珠 爷孙两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都从对方眼里看出一丝狡黠 接下来 龙昊和龙昊时开始商量如何引九优帝明珠进入家族 距离赤火镇不是很远的一处山洞内 一拳狠狠地砸在墙壁上 九优帝明珠的脸色简直阴沉到了极点 心中的愤怒犹如即将爆发的火山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主人 啪 刚刚进入山洞的龙伊利 直接被九优帝明珠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子 似乎早已司空见惯 龙伊利战战兢兢 一脸讨好的表情看着九优帝明珠 说 主人 我刚刚进入赤火镇打问过了 龙昊为了参加九州风云战 已经离开了赤火镇 所以现在是我们最佳时机 要是我们现在进入赤火镇控制住龙家 到时候不怕龙奥不乖乖就范 哼 龙奥 这是你逼我的 我倒要看看 你的家人在我的手中 你会不会跪下来求我 九优帝明虎 正好可以相助我突破虚无境界 第217章又爱又恨 九优帝明珠并不是惧怕龙奥 而是忌惮九优帝明虎 同属一族 但等级的相差 直接导致气势上被死死的压制 所以这一战根本没法进行 龙奥离开 正是给了九优帝明珠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按照九优帝明珠所想 只要控制了赤火镇龙家 到时候龙奥就要和狗一样乖乖求自己 九优帝明珠有着十足的信心 按照自己的实力 完全可以横扫赤火镇 包括龙家在内 赤火镇龙家 九优帝明珠身上散发出恐怖的气势 但让两人感到无比疑惑的是 龙家之内 居然没有一个人惨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去 给我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 就算有着一万个不愿意进入 但龙奥离还是迈开脚步 朝着龙家走去 大门并没有关闭 龙奥离进入 发现整个宅院空无一人 按照正常情况下 作为赤火镇的土皇帝 龙家的下人应该很多才对 但是现在呢 龙奥离 别来无恙 看着面前忽然出现的黑衣白发少年 龙奥离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似乎猜到了什么 反问道 这是你故意安排的 龙家外 龙奥离进入已经整整半个时辰 却还是没有出来 九优帝明珠也感觉事情有些棘手 不过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九优帝明珠并没有后退 而是迈开脚步 同样朝着龙家的大门而去 刚刚踏入 九优帝明珠似乎感觉事情不对劲 心里总是有种不好的预感 不敢继续停留 直接转身快速离去 但这个时候 一股恐怖的力量已经将它笼罩 不要 刚刚发出惨叫 九优帝明珠的身体已经消失原地 甚至还没有等龙奥来得及夺取灵魂 就被火麒麟消灭 灭掉龙伊利和九优帝明珠 龙奥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说 九优帝明珠始终都是一个威胁 要是伤害家族 自己非内疚一辈子不可 麒麟大哥 稍后我会离开家族一段时间 希望你能够帮忙照顾家族 行了 不用在这里卖乖 嘿嘿一笑 龙奥也没有多说废话 悄悄地退了下去 这次能够抹杀九优帝明珠 替家族彻底解除后患 火麒麟的功劳最大 九州风云站即将开启 根本无需龙奥自己如何 已经收到六大宗门的邀请函 龙奥很清楚 在九州风云站面前 所有恩怨全部要放下 因为九州风云站代表着天州的荣誉和尊严 通过对九州风云榜的了解 龙奥知道 每个十年举行一次的九州风云榜 天州永远都是垫屁股的 这倒不是说独孤拜和苗成等人实力不行 而是因为天州风云榜整体实力不行 所以才导致天州次次输 龙奥能够体会到六大宗门的无奈 毕竟九州风云榜乃是关乎每个州的实力和面子 输一次两次都可以原谅 但次次都输 似乎就有点蛋疼了 正是因为如此 对于每次的九州风云榜 六大宗门看得很重要 不管六大宗门之间有任何的恩怨 在九州风云榜前 都会将恩怨暂时放下 距离九州风云站开启还有不到25天的时间 龙奥打算剩下5天的时候离开家族 也就是说 他还有20天时间逗留在家族 剩下的日子里 龙奥还是全力炼制丹药 从而相助家人突破 角度院内 看着玩耍的两个小家伙 龙奥真的很难想象 龙强和龙明的联手威力那般强大 虽然龙明的气势压制占了很大的便宜 但不得不承认 龙强和龙明的联手之力的确很强大 这一刻 龙强和龙明的身躯都只有半人多高 就好像两个小孩子一般 龙奥宠密的看着两个小家伙 就好像父亲看儿子一样 根据龙福所说 一枚至尊金丹所炼化的力量太过强大 单单是九幽地名虎吸收 鬼知道需要吸收多长时间 正是因为如此 龙福和龙奥才决定 炼化至尊金丹 他们三个同时吸收 龙印空间内 龙福呼唤自己 龙奥很是好奇 问道 龙福 你呼唤我有事 主人 我准备传授两个小家伙一门五技 可以说是配合五技 相信你也看到了 两个小家伙一旦联手 威力可以增加三倍 一旦配合五技 威力还可以提升 心中一喜 龙奥当然知道龙福所说意味着什么 没有丝毫的犹豫 点头同意下来 主人 你现在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 单单靠修炼已经不管用 如果想要突破帝皇境界 就必须吞噬大量的力量 还有龙强 同样如此 点点头 对于自己的荒芜圣体 龙奥很是郁闷 不仅是自己 就算是龙强 同样也是荒芜圣体 两个荒芜圣体加在一块 所需要的力量乃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但龙奥却很清楚的知道 作为上古第一圣体 荒芜圣体的强大之处在于 只要吞噬足够的力量 对于自己和龙强来说 就没有任何的瓶颈 也就是说 荒芜圣体拥有者 如果是人王巅峰 只要吞噬足够的力量 那么自日而然就能够突破到帝皇境界 这对于武者来说 无非是最喜欢的事情 龙奥同样很清楚 要不是自己拥有龙印空间和龙福的相助 单单靠他自己 不要说成就人王境界 说不定现在还是赤火镇的一个废物 每天除了修炼就是受尽嘲讽 对于自己的荒芜圣体 龙奥可以说是又爱又恨 但总体来说 爱大于恨 主人 接下来的时间 你要夺取很多灵魂 我来炼化 不能让你的境界停滞太久不动 点点头 龙奥当然明白龙福的意思 灵魂之力 被血池炼化 自己就可以肆意吞噬 没有丝毫的反噬之力 甚至可以炼化灵魂 滋润自己的灵魂不断变强大 对于龙印空间和炼魂血池 龙奥一直有着好奇 不知道龙印空间到底是什么存在 第218章天地灵脉 小独院内 龙奥除了每天炼丹之外 就是修炼自身修为 争取在九州风云战开启之前 将实力提升起来 七哥 爷爷有急事找你 龙安 爷爷找我何事 看着面前的七哥 龙安有些惧怕 毕竟他心里很清楚的知道 这一刻的七哥早已经非喜比 不是以前那个任由自己欺辱的废物 龙安 爷爷找我到底所为何事 看着发呆的龙安 龙奥很是郁闷 不知道这个小子这个时候发的哪门子呆 喝了一跳 龙安急忙说道 不知道 反正看见爷爷挺着急的 还有雷云成沐家的人也来了 龙奥有些疑惑 不知道家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起身前往大堂 龙家 大堂 龙昊时和沐婉峰坐在上守卫 两人的脸色都有些凝重 但也有些激动兴奋 看到龙奥进来 两人都站起身 似乎想要同时开口说话 发现对方 两人都笑了笑 同时又坐了下来 看到爷爷和姥姥如此 刚刚踏入大堂的龙奥更加好奇起来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两位老人如此兴奋激动 并且还带着一丝丝忧愁 爷爷 姥姥 你们找我 点点头 龙昊时似乎有些迫不及待 说道 奥儿 事情很是紧急 就在不久前 你姥姥无意之间发现了一座山脉 观察之下 居然发下山脉里充斥着很强大的天地 灵气 灵脉 没错 正是灵脉 龙奥当然不会选择怀疑爷爷的话 灵脉 听到姥姥发现了一条灵脉 龙奥的心狠狠的跳动一下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的知道 灵脉意味着什么 天地灵脉 天地自然孕育而出的灵脉 据说只要得到一小块 就可以让一小片空间的天地灵气加快 变得浓烈起来 龙奥很难想象 一座灵脉那代表什么 姥姥 灵脉在哪里 龙奥也有些迫不及待起来 毕竟只要家族拥有灵脉 那么不出多少年 相信家族的整体实力 就会有个直的飞跃 距离雷云城不愿的一座山脉 不是很大 甚至连吃火山的一半都没有 姥姥 灵脉的事情 除了你知道外 还有人知道吗 只有你的两个舅舅 他们现在正守着灵脉 为了以防万一 奥尔此事还要交给你 穆婉峰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灵脉代表着什么 要是被别人知道 尤其是被六大宗门和两大帝国知道 单单是以穆迦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保住灵脉 甚至还会给穆迦带来灭顶之灾 对于自己这个外僧 穆婉峰很有信心 所以才敢来吃火镇 准备将灵脉交给龙家处理 穆婉峰不愧是穆家家主 并且没有太大的贪恋 否则的话 此事稍有怠慢 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灵脉 要是被其他家族或者宗门发现 肯定会占为己有 龙傲也没有丝毫的迟疑 对于此事 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只有自己 爷爷 父亲 几位叔叔和姥姥 还有两位舅舅知道 此事必须保密 所以只有龙傲出发前往 至于其他人 则是全部留守等待消息 无名山脉 也算是一座荒废山脉 平时根本无人问津 四周十里范围之内毫无忍焉 龙傲的两位舅舅 穆彻和穆天无意之中 来到这里发现了林脉 本来按照两人的意思 林脉自己家族独自占有 但穆婉峰坚决不同意 最终无奈之下 两人只能选择妥协 刚刚抵达的龙傲 远远的就看到两位舅舅 说到底 龙傲和两人并没有多少感情 要不是龙傲突然崛起 相信穆彻和穆天连正眼 都不会看龙傲一眼 这就是现实 哪怕是至亲都不例外 对于这一点 龙傲同样知道的清清楚楚 但看在面前的面子上 凡事都会做足 不让母亲有丝毫的为难 舅舅 这就是林脉所在 不管心里如何不爽 对于自己这个侄子 穆彻和穆天都不敢多说什么 毕竟现在的龙傲 早已经非喜比 要不是有着妹妹的关系 相信以龙家今时今日的地步 连看都不会看穆家一眼 还是那句话 这就是现实 点点头 穆天说道 这里正是林脉所在 这几天我和大哥已经观察 发现这里的天地灵气虽然充足 但找不到源头 林脉源头 顾名思义 就是林脉最中心地带 龙傲的知道 如此一座林脉 肯定有着发源之地 只要找到中心发源地 才有办法带走林脉 否则的话 这座林脉无法带走 迟早会被其他人知道 两位舅舅 我先去看看 你们在这里等我 恩 小心点 知道了 龙傲没有丝毫的迟疑 朝着面前的山脉走去 刚开始的时候 根本感觉不到什么 刚刚踏入山脉 龙傲就已经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从这里开始 天地灵气越来越充足 林脉的入口在哪里 龙傲并没有盲目地去寻找 而是灵魂沟通龙印 进入龙印空间内 开门见山 龙傲直接说道 龙福 我现在身处一处林脉之上 你有没有办法 帮我找到灵外的发源地 灵外 龙傲似乎也有些惊讶 毕竟他很清楚地知道 一处灵外意味着什么 点点头 说道 我可以帮主人感应道 心中大喜 龙傲有些急切地说道 龙傲 现在你就开始感应 龙傲也没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释放出龙印空间的力量 细细四散 不意会的时间 龙傲就已经感应完毕 说道 主人 我已经感应到了 我来指引你 很是惊讶 龙傲也没有想到 龙傲可以如此之快地感应到灵外的入口处 不管怎么说 现在终于知道了灵外的发源地 得到灵外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直到此刻 龙傲都有些疑惑 如此巨大的灵外 为何之前没有人发现 他可不相信 武者踏入这座山脉会感觉到不同 第219章不甘 灵外内部 跟着龙傲的气息一路走 不知不觉之中 龙傲已经进入灵外的内部 看着四周浑然天成的通道 龙傲很是惊讶 灵外就是灵外 这里的天地灵气 足足是外界的十倍 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天赋和实力相同的武者 一个在外界修炼 一个在灵外之内修炼 修炼速度会差距整整十倍 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 龙傲终于来到一个巨大的山洞内 还没有等龙傲反应过来 就已经看到面前地上摆放着一块巨大的灵石 乳白色 散发着强大的天地灵气 就好像太阳一般 心中惊喜到了极点 龙傲恨不得立刻带走这块灵石 主人 你的运气真是不错 这块灵石刚刚出世不久 否则的话 相信早就被人夺走了 点点头 还没有等龙傲说话 龙傲却说道 主人 龙印当年受到重创 想要恢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龙印空间需要这块灵石 恩 龙傲很是惊讶 这倒不是说他舍不得这块灵石 毕竟他已经成为龙印空间的主人 龙印越强大 对他越有利 龙傲考虑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这块灵石一旦放入家族 相信族人肯定能够快速提升实力 一边是龙印空间 一边是家族 一时之间 龙傲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主人 我知道你的难处 其实你可以将这块灵石分成两份 家族一份 龙印空间一份 好办法 龙傲没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取出血影狂刀 朝着灵石就是狠狠一刀 毫无无损 看着没有丝毫破损的灵石 龙傲彻底惊呆了 主人 还是让我来吧 根本不知道龙傲是如何做到的 坚硬无比的灵石已经自动分割 按照9比1的比例 大的送入龙印空间 小的留给家族 但龙傲最终还是让龙傲从大块灵石之上 切割下一小块灵石 准备给沐家 不管怎么说 这座灵麦始终都是沐家所发现 要是不表示表示 似乎显得很是不厚道 成功取走灵麦 刚刚踏出山脉 龙傲就发现 整座山脉已经失去了天地灵气 也就是说 山脉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天地灵气 主要是因为刚刚得到的灵石 奥尔 怎么样 不管是沐车还是沐天 两人很是急切 毕竟灵麦代表着什么 两人心里都很清楚 要是家族能够得到灵麦 同样也有了翻身的机会 笑了笑 龙傲从怀里取出砖头大小的灵石 交给两人 说道 舅舅 这块就是灵石 记住 回去之后谨慎使用 否则被外人知道 后果不堪设想 龙傲没有继续留下 转身快速离去 看着手中的灵石 两人都没有丝毫的开心和激动 反而脸色很是难看 穆天气奋地说道 这么大的灵麦 居然给我们这么一小块灵石 难道当我们是乞丐不成 二弟 算了 今天的龙家已经不同往日 要是惹怒了龙家 我穆家不会有好日子过 愤怒的脸上写满了不甘 但穆天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因为他知道 龙傲已经前龙升天 不再是当初的废物 而是明洞天舟的天才 要是招惹了龙傲 先不说龙家会如何 单单是雷霆宗和雷霆皇室 就饶不了他们穆家 返回龙家 龙傲将灵麦的事情告诉爷爷和姥姥 至于其他人 一切保密 按照龙傲的意思 灵麦的事情万万不能泄露出去 所以灵石必须找一个地方安置 不能让其他人感应出来 姥姥 灵麦的事情非同小可 灵石我已经交给舅舅 稍后你回去 可以开辟一个阻挡灵气的密室 这样以来 灵麦的事情就不会泄露出去 点点头 沐婉峰当然知道此事有多么严重 说道 我知道该怎么办 送走姥姥 龙傲找来龙傲时 开门见山地说道 爷爷 我手中的这块灵石 需要放置在某一处 你看看我们该如何办 龙傲虽然已经是人亡境界 但在爷爷面前 永远都是那的乖孩子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在家族凡事都会先问问爷爷的意思 想了想 龙傲时说道 傲儿不让外人知道灵麦的事情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龙家后院 重新开辟出一个禁地 并且阻隔天地灵气外泄 这样以来 此事就不会传出去 就按照爷爷的办 雷云成 沐天没有返回家族 而是找了一家豪华酒楼 要了满满一桌子菜 和三坛烈酒独自一人喝了起来 正所谓借酒消愁愁更愁 只是一坛烈酒下肚 沐天就晕了起来 说话更是语无伦次 话中更多的还是不甘何抱怨 在沐天看来 不管怎么说 灵麦都是沐家所发现 就算不能独吞 最起码也要得到一半 但是现在呢 龙傲那个畜生 只是给了沐家这么一小块 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李氏龙傲的舅舅沐天 看到身边忽然出现的中年男子 沐天冷恒一声 反问道 是又如何 没什么 刚刚听你在抱怨龙傲 我也很想听听 关于龙傲的事情 要是平常时刻 沐天不会愚蠢到乱说 但今天的沐天明显有点失常 加上喝了酒 直接爆发了 龙傲那个王八蛋 以为自己有点实力 就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 要不是我沐家先发现的灵麦 他能够得到 哼 忘恩负义的东西 只给我沐家一小块零食 去你大爷 当我沐家是期待吗 灵麦 听到此话 黑魔的脸色奏变 接着流露出贪婪之色 灵麦意味着什么 他心里最清楚不过 要是自己能够得到灵麦 岂不是如虎添翼 身为百战榜第一 黑魔听到龙傲的事迹 实在有些不服气 并且还有点侥幸 因为众所周知 现在的龙傲列位 风云榜第三位 要是能够击败龙傲 自然而然的取而代之 从百战榜第一位 晋级成为风云榜第三 第220章旧游自取 豪华酒楼内 沐天已经喝得鸣鼎大醉 对于刚刚自己所说的话 根本不知道 黑魔虽然已经知道灵麦的消息 但却没有独自一人前往龙家 正所谓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龙傲的实力真的那般强 到时候自己岂不是自投罗啊 正是因为如此 黑魔将龙家得到灵麦的事情 直接散布出去 短短的半天时间 整个天州的所有势力 六大宗门包括两大帝国在内 已经全部得知龙家得到灵麦的事情 要是一般的谣言 绝对不会有人相信 但龙傲最近的名头太耀眼了 使得所有人格外眼红 加上无风不起浪 六大宗门和两大帝国 纷纷派出人马前往赤火镇 一探究竟 雷霆宗和雷霆皇室 虽然一直支持龙傲 但灵麦的诱惑力简直太大了 要是能够得到灵麦 那么对于宗门的发展 有着想象不出的好处 赤火镇 龙家大唐 众人的脸色都无比的阴沉 龙昊氏狠狠地骂道 沐天那个处生 居然将灵麦的事情泄露出去 现在天洲所有人 对我们都虎视眈眈 一旦出手抢夺 我们如何应对 沐天泄露灵麦的事情 众人简直恨透到了极点 要不是沐天是沐灵的亲二哥 相信早已有人出手 将其抹杀了 爷爷 稍安勿躁 奥儿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就算龙昊石凭时运筹帷幄 老谋深算 遇到这种事情 也瞬间没有了办法 龙昊石知道 这次的事情非常严重 毕竟龙家对于整个天洲来说 只是九牛一毛 要不是奥儿的强势崛起 能有龙家的今天吗 龙昊石更加清楚 灵麦代表着什么 现在家族拥有灵麦的事情 已经泄露出去 相信六大宗门 两大帝国 无数王国都蠢蠢欲动起来 到底该怎么办呢 龙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为了不让爷爷担心 说道 兵来将党水来土野 爷爷不必担心 有着麒麟大哥坐镇家族 确保家族安危 还是绰绰有余的事情 奥儿 我倒不是担心家族的安危 我只是担忧 灵麦的事情已经泄露出去 现在就引动天州虎视眈眈 日后相信还会有更多的麻烦 源源不断而来 到时候麒麟前辈抵挡不住怎么办 对于爷爷所说 龙昊又何尝没有想到 天武大陆 共分九州 天州只是天武大陆的一个州而已 至于六大宗门 在天州也许能够称霸 但要是放在整个大陆呢 毫无疑问 要是放在整个大陆 六大宗门根本不算什么 先不说其他 单单是龙氏家族 就足以以一敌六 轻松灭掉六大宗门 要是家族得到灵外的事情 传到这些超级失利耳朵里 一旦前来找麻烦 火麒麟又抵挡不住 麻烦就真的大了 奥儿 此时我们龙家万万不能承认 必要时 牺牲穆家 牺牲穆家 龙奥并不是舍不得穆家 而是因为母亲 不管怎么说 穆家始终都是穆家的娘家 要是别灭 母亲肯定会伤心难过 似乎能够看出龙奥心中的顾虑 龙浩时说道 奥儿 此事是穆家旧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要是你心软 最终被灭的不是穆家 而是我龙家 站起身 龙奥不想去管这些事情 说道 爷爷 交给你处理 说着 龙奥起身离去 黄昏 雷云成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强大最繁荣的客人 除了无数王国和两大帝国之外 六大宗门的少宗主 长老全部到齐 为的就是穆家手中的灵石 还有关于灵脉的事情 穆家大唐 啪 一个耳光狠狠的扇在穆天的脸上 穆婉峰痛心疾首逼骂道 你这个畜生 奥儿好心好意给我们一块灵石 乃是为了让我们穆家崛起 但是你 却将此事泄露出去 如今六大宗门 两大帝国全部到齐 我要问问你 我们该如何办 这一刻 跪在地上的穆天早已喝啥 他也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只是一时不甘 多喝了两杯 就给家族惹来如此大的麻烦 早知道如此 他哪还敢有不甘河愤怒 早就乖乖的了 娘 我这就去吃火镇找龙奥 有他出面 我相信此事一定可以化险为夷 无奈地笑了笑 穆婉峰似乎已经没有力气继续骂下去 说道 林脉意味着什么 你比我清楚 六大宗门也许会给奥儿面子 但为了林脉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不仅是我们 就算是龙家都会有麻烦 身体猛然一颤 穆天万万没有想到 事情会弄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娘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 你自己闯下的户你自己解决 娘 海儿以后一定不敢了 穆天是真的害怕了 不断地磕着头 因为他知道 一旦六大宗门和两大帝国攻击家族 家族甚至连抗衡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会被踏平 龙家 龙奥 现在唯一能够指望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龙奥 当初龙奥大闹鬼王宗的事情 穆天依然立立在目 要是龙奥肯出手 那么一切都会变得有可能 娘 你没事吧 看着忽然进来的妹妹 穆天激动的一把抱住穆林 哀求弟说道 小林 求求你了 二哥求求你了 你赶快让奥儿来 我不是故意要泄露灵外的事情 我只是喝了酒没有把持住罢了 我知道错了 看着一脸疯癫的儿子 穆晚风深深叹息一声 二哥 我 小林 你不要告诉我 奥儿不愿意前来 深深叹息一声 穆林无奈地说道 公公已经说了 这是你咎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要是龙家出手 最终不仅是穆家 就算是龙家 都会有灭顶之灾 所以龙家和奥儿都不会出手 那你是怎么来的 我是偷跑出来的 他们都不知道 听到此话 穆天一屁股坐在地上 脸上写满了绝望 自语道 这下完蛋了 我认为是龙家 我认为是龙家